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赶紧过来吧 抱歉 我们尽力了 哥 你不是说北极燕鸥不会停吗 你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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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睁开眼睛看看 才十二点四十 我不是两点钟面试吗 感叹 我在睡华了 什么感叹 今天周六 难得几位老师都有空 我命令你在他们吃完饭之前赶到 我现在就起来 别着急啊 别着急 我现在就起来 就给我示范准 五分钟起连五分钟起来 五分钟起来一步 给你当努力啊 你现在马上出来一步 十倍加速 出现在我面前 我知道了 小玩意 我刚才你叫的车 已经快到门口了 姐姐 知道了 小玩意 我先忘了啊 不说了 拜拜 我走了 石小姐 请乘车吧 这么高档的车啊 我先忘了 黄总编 石小念 很快 立马 马上 就 就到了 前面就是龚先生书房了 他在里面等你 一个人啊 丸子不是说一堆评审吗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反正今天请您过来的是 恩义科技的副总裁龚龚先生 恩义科技 总裁 你们搞错了 我是来参加审稿会的 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我还有事呢 我得赶紧回去 石小姐 龚龚先生等您很久了 什么欧 出我管他是谁呢 我有事 我得走了 终于见面了 是小姐 那个 我大概明白情况 是那个小丸子给我叫了一个车 在楼下 你们这儿还在楼下等人 我就误会了 是上了你们的车 不好意思啊 让你们既没接到人 我也耽误事了 嗯 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我还有个漫画审稿会 打扰 哎 我真的要先走了 我们有缘千里来相会 你要不然派个车 或者你开车送我去初版社 行吗 不用了 我自己走过去就行了 你跟公寓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再问一遍 你跟公寓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你最好一字不落地告诉我 在我这儿 你休想瞒出任何事 你说的是什么公寓 我一点都不认识他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是什么意思啊 你别走啊 你什么意思 你回来 人呢 门呢 你到底去哪儿了呀 电话不接 微信不回 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了你二百两银子 这辈子你这么折腾我 哎呀 是石小念 石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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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沐总 石咱不好意思 我没拉住他 他不在啊 你帮我走 你是石小念的朋友吧 你来这儿干嘛呀 我告诉你 我忍石小念已经够久了 我什么都可以包容 但请他不要再来打扰千出了好吗 你还好意思说包容 说话强不讲良心啊 明明就是你 干嘛呢 我狂言死我 我马上把他拿出去 哎呀你别拉我 我这点走吧 石小念 我们不是无凭无据 就把你找过来的 我劝你现在稳定一下情绪 调整一下思路 尤其是两个月前 你那段时间的经历 三月 二十了 爸 妈 为什么锁我在房间里呀 伸出眼睛拆纱布 我得去陪他呀 开门了爸 开门了 千出 他说我是你的美少女战士 我叫施迪 我想起来了 三月二十号那天 我被关在家里 哪儿也没去 证据呢 你这人怎么这么顽固啊 我都说了 跟这事没关系 别再递我了 我怕有多好的事 你把头头都关起来 放在火身上 有什么意义啊 但这件事情 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这是真正的 那你干什么孽呀 你放过来出诊会 我知道 还遇到你这么一个打破头 我这瞧吧 我想到你今天是不是 特别冲心 对不起 你这么大玩 小鸥 你我你哥 咱们三个创业这么多年 这些道理我当然都懂 只是现在 医症处在一个危机时刻 所以我在想 对于产品的要求 是不是 可以降低一点点 绝对不行 恩义的立足 根本就是对产品的保证 如果这个都保证不了 恩义就真的危险了 好 我去跟大家沟通 再坚持一下 都会合起来的 行 那我先走了 有什么事情 随时给我打电话 注意身体 小天 小天 这怎么办呀小老板 怎么怎么办 把她找过来呀 怕一个女孩子在大晚上跑去山里 万一出出麻烦怎么办了 快 找人去 小迪 你还记得曾经 陪我看过的每一场出血吗 我当时看不见 你说我会做我的眼睛 没关系啊千初 我可以做你一辈子的眼睛 我可以帮你感受四季 美少女战士答应沐千初 沐千初也答应美少女战士 等我长大了 我要在最美的大学里向你全婚 小弟 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愿意嫁给我吗 亲卦 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愿意嫁给我吗 愿意 志小姐 想跑 你就想这么一跑了之了 你也太瞧瞧我公公了吧 这个噩梦怎么还没醒啊 打磨头到底什么时候才消失 十小姐 我现在可是你的救命恩人 你就这么对我 救命恩人 我让你找我了吗 我求你了吗 你把我防守在那个房间 我跑都跑不出来 我知道你是好人坏人 我不跑 那你对我欲行不轨怎么办啊 欲行不轨 麻烦你照照镜子 看看你现在这房子呀 我对女人的口味可没正确 你如果没什么事了 就收拾收拾 我还有一些事情要跟你继续核实 这已经是第二天了 完了 我的神告会彻底结束了 我这漫画也出版不了了 就是怪你 你为什么非得在昨天 那么重要的节骨眼上耽误我呀 非得问我什么公寓的事 我这损失你根本都背参不起 还有精神损失费 那我回去一起找你算总账 算总账 好啊 那我现在就好好跟你算一提仗 我请来的专业医疗团队 这一提仗的酬劳你先结了吧 酬劳 这么好呢 给你就给你 但是我得分期付款 没有现金 两年二十四个月没有利息 可以吗 我还没说完呢 正常的价格你是知道的 但昨天是在夜里 答复 我上哪儿给你弄这么多钱呢 我还就没有工作了 张老师 你干嘛找我呀 我在山边里待着睡也就挺好的 是你自己来找的 该说的我都说清楚了 不该说的我也什么都不知道 我现在应该回家了 盛小姐 其实从打一开始 我就没想到你怎么样了 只要你如实地告诉我 三月二十号那天 从凌晨到夜里你去干什么 见了什么人 你随时可以离开 三月二十号 三月二十号 三月二十号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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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待在自己家里 待在房间里一天 哪儿也没去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你不要敷衍我 你看我不说你怀疑我 我说了你还怀疑我 这些问题你都问过了 我就隔了一天 在山林里待一宿 我也照样不知道 要不这样吧 你把你的医护团队找回来吧 你告诉他们我很好我没事 你看我多健康还活蹦乱跳 医生 送客 送客 放我走啦 啊 千出 千出 木千出 哦 哦 总算出来了 说小姐 我们这次请您来嘛 确实很冒失 这阴差阳错呢 差点稳定至于危险的处境 哦 除了错过出审会有点可惜 其他的倒还好了 还有你们那公欧 那太暴力了 他哥哥公寓 是不是也跟他一个脾气啊 哎 您就千万别这么说啊 石小姐 我们大老板人非常好的 对我们这些属下特别照顾 他们俩兄弟感情很深 大老板出事之后 这小老板就一直走不出来了 你想啊 这早上还好多端出门的一人 到第二天就阴阳两阁了 这件事对小老板打击特别大 其实小老板这个人啊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偏执 但本心很善良 你看你昨晚跑去山林 他第一时间就去救你 生怕你出什么事 是吗 嗯 没关系 的确没什么事 大家也是误会一场 我不会太计较的 石小念 你这个白耳朗 这一天你到底去哪儿了 石小念 啊 变化风险家里没人 你知不知道我买事业找你 真的是吓死我了 喂 妈 石小念的电话你打通了没有 小念电话一直打不通 哦 小迪 你别着急 要不晚上我再试试 喂 爸 小念啊 你在哪儿啊 你妈她 她她刚才有点喘 我妈笑船病又犯了 哦 我知道了 那我这就回去啊 爸 孩子他妈 小念回来了 啊 那个 我笑船好多了 只是 妈想见见你 小迪 小迪 我从小到大处处向着你 嗯 因为你是我妹妹 可是在千初这件事上 我绝对不会让步的 我会让她知道 从小到大一直陪在她身边的那个人 是我不是你 好啊 你现在去告诉她呀 你去跟她说呀 你跟她说呀 你看她相信不相信你 你 不记得又怎么样 千初还不是跟我求婚了 啊 叔 小老板 我一直跟着呢 石小姐回去之后啊 先是见了自己的泽边孙杰平 然后回并户社去见了父母 又是没有价值的线索 我查到了 石小姐提到的沐千初 昨天晚上刚刚跟女演员石敌求婚成功 而这个石敌呀 是石小姐同父异母的妹妹 相传 石敌是因为一直陪伴在 失明时期的沐千初身边 所以两个人日久生情 石敌和沐千初 有意思啊 石小念现在在哪儿 啊 石小姐从并户社区出来之后 这个情绪一直不大对劲 现在在城西小吃街的日料店里呢 他倒挺优秀的 您好 请问 两位想吃点什么 一份烤鸡皮 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女的 这么喜欢吃烤鸡皮 烤鸡皮怎么了 烤鸡皮很香啊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要进婚的时候 小弟有婚礼车吗 你完全 要手就手全部 可誓言太壤凋 遮掌楼目太藏足 那一段路 我们颠倒无数 这一场平原孤单 无不复 你是她姐姐 我们也很想得到你的祝福 我没法祝福你 我先出去一下 说话出去好好想去 你倒是挺悠闲啊 不能进去 放开我 放开我 干嘛 不能进去 文艺科技的公屋 看来是小弟想多了 放手 你和沐千初是什么关系 要你管 所以就是你接近沐千初不成功 就开始转移目标 勾引公寓了是吗 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根本没有勾引公寓 那你勾引沐千初是为了什么 钱 继承权 我都说过了 我根本没有勾引千初 我对你们的感情不感兴趣 我只想知道你接近公寓的目的 是想交换什么 我只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这根本不存在的事 我给你什么真相啊 你这人是不是有意思呀 我根本都不认识你说的什么公寓 你在逃避什么 我逃避什么了 你想在我这儿得到什么 我也给不了你啊 我现在无论说什么 你都已经有既定的答案了对吗 我不会错 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断定 一口咬死我和公寓有关系呢 米生也说有证据 你们的证据在哪里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米生 听到没 还在演 来 你继续编 我听着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对自己杜撰出来的剧情深信不疑 你又何必问我 还有什么等价交换 你那个公寓有多大能带 值得我去等价交换啊 再叫我哥名字是谁 再说一遍 怎么了 米生 好 咱们走 去她家看看 米生 去把她的相册日记都给我翻出来 还有个人主页之类的 一个都不要乱信 肖老人 这 是不是不太好啊 怎么说人家也是个女孩 随便 翻去 我倒是想看看能翻出来什么 我现在很饿 我要吃东西 你站着干吗 快去啊 你在干吗 顶完卖 我告诉你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 你听不腻 我都说腻了 嘴皮子都磨破了 我不认识公寓 我也证明不了我自己 您慢着 你要是高兴呢 你把我这房子插了都无所谓 你插了以后 顺便把我也给处理了 正好 我还赔不起你的赔偿金 你放心 没有人会找我的 也担不了官司 你随便 你 行 起来 干吗去 我做饭 我这一天肚子都快饿死了 我有力气了 你在那儿收拾我 石小姐可真是狗居 敢跟小老板对着感 真赢 喂 什么 你确定吗 搞什么事 擦吧 就是了 虽然三月二十号 石小年泽拿 确实没有中了一场事 但三月二十一号 她曾经独自一人 出现在木柴附近 一调查下那个沐千初 不仅他为人 牧师集团旗下的所有企业 包括那个未婚妻 都给我试个调查 是 那 石小姐呢 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你先去调查清楚 这个女人 别冲减她 你去吧 好 没问题 真没出息 被欺负了就只知道哭 真蠢 你得制得要高强 我饿了 你可不可以 太有了 这 number fic 刀子 就不嫌疑 放开 就是 不嫌疑 就是 吃饭喽 这是昨天摄了下的米饭 外部觉得扔掉可惜 只有用一个鸡蛋 冲心炒了一下 或许爸爸妈妈说 不能吃吃饭食菜 好舒服啊 怎么管它 沐浅初是你喜欢的人吗 关你什么事 你去制造点商业丑闻 等他们企业股价大跌 就收购他 你说什么呢 你脑子里是不是进水了 你不是不想让他们订婚吗 我就不信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们还有心情订婚 要我说啊 你就是太蠢了 都被欺负成这样了 就只会躲在厨房里糊 真的是蠢到家了 你干吗 你说我蠢 别吃蠢人的饭哪 不就是一碗炒饭吗 至于这么小气吗 吃这碗炒饭贵 还是我花钱救你贵 别忘了 十万元你一分钱都没还我 你冲我喊什么 还钱啊 既然你没有能力还我钱 那就乖乖地把饭给我了 不给 不给不给不给 拿过来 拿过来 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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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你干吗呀 你干吗 你给我出去 出去 你识笑也去脾气啊 吃不点儿过祸 把这个手机给石小姐 结果说是我赔给她 你怎么又回来了 石小姐别生气 我是奉门来送手机的 送完我就走 这是贡献人给你的 她说弄坏脸的手机 感觉十分愧疚 请您一定要接受你的赔罪 我不要 龚先生还说了 如果你不接受的话 回去之后他会打死我 然后派公司员工 每天过来送 要是你还不接受的话 他就亲自过来送 直到你接受为止 怎么会是真的呢 怎么会是真的呢 对ى 石小念呀 石小念 你果然是一个 没出息的一体 驻民 needs to go NE手机的项目研发负责人 都是谁 怎么了 诺人吧 你们向我保证 要为NE打造出 全球最安全的手机系统 然而呢 你们做的系统 找出漏洞并破解成功 我只用了十分钟 十分钟啊 你们是吃干饭的吗 既然你们连漏洞都发现不了 我也就更不用指望 你们修复漏洞 自己辞职吧 比其他人 在我没有找到任何纰漏之前 你们还有时间还剩 峰总 等一下 我觉得您的要求 我 稍微有点苛刻了 我的确不能保证 AE手机可以百分之百地定于入侵 但以现在的水平来看 它已经做得相当完善了 我敢保证 在未来的五年 甚至十年之内 它都是领先的 能入侵它的黑客也是寥寥无几 我认为这种低概率的事情 真的够不上危险 当然 大家都知道 您天赋一品 虽然可以破解性 但如果让您来修复的话 我相信也不敢保证 百分之百地 天赋风吧 有点意思 那不如我们就赌一下 如果三天之内 我把手机修复好 而且在座的各位 都找不出任何毛病的话 这不蛋 这不蛋 您输了 如果我输了 N1的总裁 你来做 我 再回 好 这 这 这个石小姐是不眠不休 每分钟都在刷新吧 这个女人 真的是 第一个愿望 希望有一天 你的眼睛都好起来 我们一起去日记党 看世界上最美的日出 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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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定要改 您看 这个得改 得改 那您说得改成什么样的呀 男主角嘛 还行 这个女主角得改成那种 特漂亮的大明星 女演员嘛 就这样吧 这个漫画 我先收回了 本来我也没打算再出版的 正好留作纪念 石小姐 龚先生想请您去一趟 这个女人怎么够呢 不是你让她来做饭的吗 有点不太丢劲 您是不是觉得 石小姐这次过来 不挣扎 不反抗 说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且还一副 怡然自得的样子 很奇怪 是不是 我刚刚接上石小姐的时候吧 她刚从出版社出来 刚刚陪她编辑逛的时候 听说 她之前一直想出版的漫画 暂时搁置了 加上她妹妹之前订婚的时候 可能精神不太正常吧 蠢啊 不用管她了 不用管她了 什么百败的 根据 辞职数据的用途反馈 这边手机的后台 很容易被人为的操控 使用者的搜索数据 基本上会报告给后台 所以我在想 如果这样的手机外流的话 会不会对我们的品牌信誉 有影响 这一部手机 已经被我拿过来 当作样品进行测试了 你放心吧 好 明白 那行 那你先忙 我回去了 这就是你说的那最后一部手机 对吧 手机蛋炒饭 拿去吃吧 站住 我不 站住 我要回去了 没有车 你没得去 我走回去 你认路吗 我 我就算迷路了 我也不想跟你这个变态偷窥狂 待在一起 我不是变态偷窥狂 我那只 你那是什么 好心给我手机按数据监测 我说我手机最近失灵 搜索已经崩溃 全都是你搞的鬼吧 在背后监视偷窥别人隐私 是不是特别有趣啊 你这闺蜜赢了 真厉害 你瞎说什么 看着你明明因为他们订婚 难过得不行 却只敢躲在家里面搜花边新闻 非常有趣 你 你别当总裁了 你浪费你天赋了 你去 你去教演队 专门看监控录像 全程都在你的掌控中 岂非更有人生乐趣 你说什么 我说 你刚才把我家子算了 这样我还敬你干脆利落 你这算什么 在背后偷怪别人隐私 真让人瞧不起 你为了逃避他们订婚的现实 却只敢躲在家里面 打鸡蛋炒冷饭 就被人瞧得起了 你搞没搞错 是你让我来给你打鸡蛋炒冷饭的 你更让人瞧不起 丸子 我 我再看 看够了没 咱们走 放在这儿 米生 看着我的 看着我的 目前出的订婚请点还在吗 还在那上呢 给他们付信 是我们参加的 是我们参加的 什么 爸 姐 这怎么回事 你订的时间跟恩益的发布会撞了 我就让他们往后挪了一下 还是同一天 不过是半晚开始 这是我的订婚典礼 他们总能说改就改 谁同意了 我同意的 爸 我 行了 行了 不说了 就这么定了 十块 需要袋子吗 对呀 谢谢 四包方面十五元 你到底买了买 我还有事呢 我先来 老天爷 你是要逼死我吗 早上好 这是你的新手机 十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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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连反应都没有了 该不会是傻了吧 你和孙洁平到底怎么回事啊 一个说我死了 一个说我傻了 说吧 带我要去哪儿啊 我可是看在你给我解围的份上 还勉强答应上车的 十小姐 您知道吧 今天是我们N1手机的新款发布会 嗯 我们小老板啊 是要请您去做庆功宴的 我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今天的庆功宴 请您做一百人份的蛋炒饭 一百份 我是不会做的 你送我回去吧 十小姐 您不能走啊 我们这时间有限啊 喂 小老板 你不做也可以 但是我今天 只吃你做的蛋炒饭 在场的都是公司请来的专业厨师 各个厨艺精湛 认真负责 但如果他们今天因为你的缘故 被传出去 说连一道蛋炒饭都做不好 影响了民事 那么 你以为我怕你啊 我是不会妥协的 那好啊 迷生 今天就先这样 既然我想要的蛋炒饭 没人做得了 所以N1的发布会 就取消掉餐饮这块钱 让大家都饿着肚子吧 十小姐 不就是做个蛋炒饭吗 十小姐 如果您真不会的话 我们可以帮您悄悄做好 你就说自己做的不就得了吗 这是我刚找到的工作呀 十小姐 十小姐 麻烦您了 求求您了 十小姐 真的是麻烦您了 十小姐 求求您了 十小姐 好好好 我做 我做就行了吧 想必大家也对 N1集团未来的发展非常好奇 那么对于这款手机的功能 又会有怎样的延伸呢 下面啊 就让我们请出 万众期待的 N1科技集团的副总裁 龚翁先生 大家 掌声欢迎 龚翁还没有回来 好好说 一会儿去 哎 妈 十小店这儿是不是有个疤呀 就是我陪她去买礼服看见的 但我没看清 对 你姐姐啊 是有条吧 就在这儿 这地方有一道很深的 什么人弄的呀 大概是十五六岁 那时候啊 她老跟前处出去 有一天 小念回来 特别难受的样子 我就问她怎么了 她就跟我说 是给热锅又给烫的 当时我好紧张 我马上把她衣服打开一看 都化浓了 所以我就带她到医院里去治疗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是哪儿啊 不是 不是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既然施小姐醒了 那待会儿就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 带她去梳洗打扮 好 肖老板 谁要梳洗打扮呀 我们到底要去哪儿啊 别闭着啊 不可怕 他还要去哪儿啊 你怎么看我呢 我来不做呢 我来不做啦 我来得到时 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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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来宾 我们的典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请各位把掌声欢呼声送给二位新人 喂 出来啊 那一个温柔眼神让爱情释放 每一次双手紧口心脏也较亮 不再和现实与理想的重量 你是我的 准备好了吗 都已经准备好了 以前我觉得上天对我很不公平 让我经历了那么多磨难 但是今天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小爹 我会用我的过去 现在和将来去爱你 从现在开始 让我来收回你 我会让你一辈子都幸福的 谢谢 谢谢 就说 龚先生 酒养的 施晓念 你到底要干嘛 对了 二位 不好意思啊 今天我们迟到了 打扰了二位的订婚典礼 你们继续 我们俩随意坐就好 没关系 龚总请多坐 好 对了 今天我还带了一份大礼 来送给二位 你说 我给你放下 龚欧 你是故意的吧 哪方面 我这一身衣服 还有后面那车蛋炒饭 全都是你设计的吧 全是 对了 你的身杀 好像缺了点什么 我刚好想让你带上 你不用了 我真想看起来舒服多了 耳钉 来 你带上 不用了不用了 我自己带 你带上 要不然你肯定给我耳朵出个洞 好心当成驴肝肺啊 下次啊 就让你穿得破破烂烂地参加电影 看你还敢不敢停车 这个男孩子 是你姓家的男朋友啊 不是 怎么可能呢 他是公欧 公欧 我有印象 最近好老在电视上 报纸上看过他 公欧公欧 是吗 嗯 长得不错不错 刚才我看见啊 他跟你戴项链的那样子 挺细心的 你们俩到什么阶段了 妈 爸 你们别误会 跟他什么都没有 只不过呢 我和公欧 和我怎么忙 叔叔 阿姨 小公好啊 那个我们是小念的父母 我爸 我妈 小公啊 你好 你好啊 以后咱们就是自己人了 来 加个微信吧 爸 我找你啊 好 那个 我水喝多了 我要上个厕所 爸妈 我先走了 你不走吗 小公啊 小公啊 阿姨告诉你一个秘密 来 我们家小妮啊 这要是紧张 就准上洗手间 别说了 没关系 来来来来来 拍点照片 没问题 没问题 不用跑 他们没有追过来 谢谢你 帮我解围 你别误会 我不是为了你 我是在帮自己和小迪解围 我只希望你还记得 小迪是你的女儿 倩初 咱们在一起 我们就划清艰辛 石小念 小迪 我好心好意邀请你来 参加我的订婚典礼 你在干嘛 你从我的身边抢走了什么 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更清楚 你放过我吧 从小是我和倩初在一起 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小迪 是谁在自欺欺人啊 石笛小姐在这里上演 家庭伦领剧的戏码 怕是不太合适吧 龚总这是来英雄救美了呀 我们之间的家事 轮不到一个外人来插手吧 石小念是我教过来的 你们俩这么为难他欺负他 问过我了吗 关你什么事 看别人家笑话有意思吗 我乐意 师弟啊 你把石小念叫过来 参加你自己的婚礼 你觉得很聪明很高明 在我看来简直不值一提 我送你一句话 戏过了 只会让人家更加讨厌 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 过去你跟石小念之间 有什么恩怨与纠葛 我不管 但是从今天起 你再敢为难他 我同样让你吃不了兜着减 冯先生 你把话说清楚 小迪现在是我的未婚妻 你这样含糊其词的话 恐怕不太合适吧 千初 别跟他们说了 有记者在 到底是干什么干的 非要看我全家笑话 你别误会 我只是单纯看你那个妹妹不爽 你有的时候 做事还挺奇怪的 跟看上去不太一样 你不要想太多啊 我在你心目中 还依然是那个 爱欺负人的管兽 我也不想在你心目中 留下什么好影响 换句话说 不要以为 我在你父母面前 应和了两句 你就想对我产生什么非分之下 你在我这儿 没可能 对了 你这个人能不能有点 道德感 伦理感 不要总是缠织 你那个妹夫不放 你能不能别胡说八道啊 我才是千初的女朋友 谎话说多了 别人不信 你自己都打颤了 你 还有 你能不能换一身 像一样的心头 现在我站在你身边 觉得自己特别没面子 神经病 你说什么 我说话了吗 幻听 对了 对了 刚才你姐姐跟我说 我十六岁那年做手术的时候她生病了 她说是她让你代替她去照顾的我 那 我在手术前跟你说过什么 你一定记得吧 千初 你是相信她不相信我是吗 当初那个烫伤的伤疤就是最好的证据 我现在可以给你看 傻瓜 算了 我当然相信你了 这个人是 刚才教训我一顿 现在又让米生把我给抓过来了 是不是有人格分裂啊 八成就是有人格分裂 你脾气又不好 神经兮兮兮的 你在说什么 吓死我了你 我 我说 你总是能给我带来惊喜 你看这天都这样了 咱们还能回去吗 怎么 你想留下来陪家人旅旅游啊 米生现在正在背车 你后悔还来得及 我不 我不后悔 小鸥 妈 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妈妈想你了呗 小鸥啊 你听妈妈一句句 你回到英国好不好 爸爸妈妈 现在就只剩下你一个儿子 你理解一下妈妈的苦衷好吗 你回到英国发展事业 也都是一样的 妈 恩怡这家公司是我和我哥一手创办的 现在我哥不在了 我一定要保住他的事业 还有 我哥的死警方初步断定是车祸 可是我觉得里面疑点重重 而且我现在也找到了线索性的人物 等这一切水落石出了 我再做其他的决定 真的能查出些什么吗 但是 但是小鸥我也担心你啊 妈 你相信我 好吧 既然你那么有把握 那妈妈就相信你 但你也要答应妈妈 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 不管遇到任何困难 任何事情 不要争强 你不要自己一个人扛 一定要告诉我们 爸爸妈妈永远都是你坚强的后盾 知道吗 知道了 妈 你早点休息吧 小老板 他们酒店这边通知说 一会儿会下大雨 咱们晚上走的话 走高速 国道都不安全 所以他们这边建议说 岛上所有客人留宿一晚 这样明天早上还能看最著名的日出 只有石小剑那个傻子 才会念念不忘那个日出吧 原来不仅日出好看 原下雨天也这么好看 赶紧去睡觉 小心明天起不来 把你丢在这里 你这个人真奇怪 好话不知好话讲 跟我顶嘴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 不然我现在把你丢进湖里面试去啊 那我还是去睡觉吧 去哪儿睡觉啊 这里是我的床 你的床不在这儿 床都是一样的 那我现在就去我的房间睡觉了啊 拜拜 想太多了你 我想多 你想的比我多得多 还是不一样的 蠢死了 啊 日记到的日出可真美啊 日记到的日出可真美啊 来 干什么 干吗偷窥别人呢 今天早上的日出 是沐千初送给师迪的订婚礼物 我劝你还是别看了 我怕你看多了 伤眼 外加伤心 我没有很伤心 对我来说 千初完成了 陪她一起长大的女孩 她要信守的这个承诺 我这么想完以后 觉得 她是一个言而由信的人 就不那么难过了 你干什么 你这样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眼睁睁地看着别人秀恩爱 你找女人 你哪个 那我能怎么办呢 我也不想看到我 我能怎么办呢 我也不想看到我 我能怎么办呢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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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带我去沐浅住的订婚典礼 我本来是不敢面对的 可是真正面对之后才发现 其实并不那么难放下 我决定开始试着放下过去 回去以后呢 好好地改一改我的漫画 开始新的事业 新的情感 新的生活 你啊 别自作多情 我带你去他的婚礼 纯属只是想看你的笑话 别误会 是是是 还不承认 反正你帮了我不少忙 无意也好 有意也好 我都是很感谢你的 颜控价格体系 集中资源对线上销售进行 间歇扶持 基本情况是这样的 所以今天这要来人过来呢 就是想了解一下你的想法 唱出预言 这次 好 我先说一下我的想法 我觉得我不建议 把大部分的资金投入到线上 我觉得还要重复客户的这个现象 哥 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听你 你呀 就先做你的好孩子 这种往前冲的事呢 让我来 等我把江山都打好了 都不疑 那你很快就可以回到正轨 那就会对我们重视信心 大家加油 欢迎就是这样 龙总 好 好 今天就先这样 会结束吧 石笛面前 我是他姐姐 千初面前 我是那个能带给他希望的人 其实我再怎么骗自己 我都改不了 想第一时间冲过去 帮助他们的这种冲动 真是一个个都蠢到家了 谁要你们保护呀 你们连自己都保护不好的 小老板 上次我哥那个报废的车子 专家怎么说 对了 他给我发了一份那个事故报告 我发你邮箱了 汽车制动系统 性能完好 排除人为和机器元素 路况和天气 会成为主要的事故原因 难道真的只是意外 但现场出现了 思想念的漫画副本 怎么解释 穆总 你找我 公益去世之后 N1的实际管理者是谁 应该是陈白 据说公共现在很少在N1露面 没什么特别重大的情况 他不怎么到公司 N1没有了公益 果然就是不行 这个公就是扶不起的阿董 听说他们最近在做人工智能 你找人了解一下 进展到哪一步了 记住 不要声张 了解一下即可 明白 我立刻去办 我adj 你别生气了 我 不甘米生的事 是我求了他半天 才同意我来找你的 我有个事要跟你说一下 我该走了 我留下来也帮不上你什么忙 还挺麻烦的 放我回家吧 好不好 这次是我请求你留下来 因为你是查清楚 我哥哥车祸唯一的线索 我答应过我妈了 等这一切水落石出之后 我就放弃安逸 回到他的身边 但现在实际不成熟 我不能就这么放弃 放弃安逸 这不是你和你哥哥的心血吗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 在我这里都待些日子 我不是要求你 而是请求 是拜托 你能帮帮我 小弟 有件事情让我很困惑 你姐姐一直跟我说 她画了一本漫画你知道吗 知道啊 我姐姐她一直想出版漫画 但是一直出版不了 所以她总会无私乱想 可是我记得 你以前也很喜欢漫画 不是吗 是啊 你长大了嘛 人都是会变的 又来 这一顿早饭而已 至于吃这么多东西吗 她也得这么寻 她家厨房也太大了 比我家多大 浪费 不喜欢吃饭 不代表用着厨房啊 万一哪天我派上用场了怎么办 有时候现在 你有什么问题 我就是觉得你 吃顿早饭用这么多食材 太浪费了 不是 这个随你 我只需要在我上班之前 吃到一顿满意的早餐就行了 其他都不够 没想到你饭量这么大 没想到你饭量这么大 还有 这蛋炒饭 你太少了吧 根本不够我吃的 下次你多做一下 谁知道你只吃蛋炒饭呀 你这么多样子你不多吃点 你只吃蛋炒饭 让你做你就做 你还得吃完呢 你真是不错呀 你不是尝尝这些吗 好 叫我去三菱 费水 关于公寓股份收购提案及协议 这什么意思啊 公总可以先看看我们的提案书 我们会给出你满意的价格 或者 有什么条件 你也都可以提 我不需要 我不允许任何人 分割他的股份 那你认为 公寓这部分股权一直悬而未决 就是对恩义负责任的表现了 那我也请你 给我们这些股东一个交代 恩义 想往哪个方向发展 我个才刚去世 你就这么着急地刮分他的股份 这 这难道是好意啊 你什么意思 什么叫刮分啊 你们也别费尽心思写这个提案来问我了 我的意见很明确 还有 以后像这样的会议 最好提前预约 否则 你不参加的权利 各位各位 今天谈这样的事呢 确实有点维持过草 完蛋 前天公欧带我去了千出和十迪的订婚典礼 什么 你去了 你这么大的事你怎么没跟我说呀 我真的是去了以后 才想明白了很多事 我原来 对很多事情 都抱有太美好 太太好的幻想了 原来 我对自己 对漫画 对爱情 都盲目自信 盲目期待 都这么大人了 卡里都没点积蓄 你别这么想 不过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放弃画画的 为了赚足生活地堡 为了重拾我的漫画梦想 什么脏活累活我都愿意坚持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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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么早啊 你怎么这么早 我 我是有新风部 我要赚足钱 然后重新找回漫画梦想 我会精神满满的 为了我用新风子 你回来 你做什么新骨做法 就是问题 回来 就丢了一个手机 不是你说你们这些年纪人 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 我们天天宣传 不要把背包背在后面 不要把手机放在兜里 不要边走边听歌 你们就是不听 我没 没听歌 也没放身后 就放在车框里了 就没有 包不能随便离身 你说说你现在 手机也丢了 钱也没有了 家人该多担心你啊 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 就有点钱因此吧 记住不要太着急 有什么消息 我们会控制你的 嗯 嗯 哎 公欧 你怎么来了 啊 你说 你说 我如果但凡早点发现那小偷 我就不会把手机放在身上呢 然后他就不会抢走了 这么深的一条路 而且还是快天黑的时候 你胆子可真够大的 只身一人去追小偷 你现在该庆幸 被抢的只是手机和钱包 但凡那个小偷有点邪念 你到现在都不知道该在哪儿哭呢 你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呢 人家手机已经没了 现在可倒好 钱没赚到 手机还丢了 要么怎么说你蠢呢 手机被抢就抢了吧 你一个女孩子家去追小偷 你怎么知道她的同伙没有在附近埋伏你啊 那我说人倒霉 喝凉水都塞牙 属小念的属小念 你简直是太没用了 手机也丢了 工作也没了 你现在是不是除了蛋炒饭以外 什么都不能做了 你想吓死我呀 谁批准你在我家里大哭小叫的 这是给你的新手机 上一次你的手机坏了 我有责任 就当是对你的补偿 还给你 我可不要 你这手机都有监测系统的 我可不想我查的内容都在你的眼皮子底下 那我就一点隐私都没有了 原来你是在担心这个呀 那我告诉你 上一次是因为你的手机系统没有更新 所以说你的操作我都能看得到 但现在这个手机系统啊 已经更新到最顶级的了 我想看也看不了 我再说一次啊 你要不要 不要我可真拿走了啊 我拿走的话 就只能用自己的钱去买手机了 我们N1的手机可是很贵的 好 有鼓起 那我走了 给我 这本来就是我的地方 放手 小鹅见到了吗 一定很高兴 你压死我了你 你快起来 你干什么你 小鹅 起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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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父伯母好 不是你们小女 吃 吃点水果 晓鸥 你不打算 介绍这么可爱的姑娘 给我们认识吗 她是 我女朋友 女朋友 你过来一些 过来一些 我怎么这么清楚啊 送我去 送我去 你干嘛说我是你女朋友啊 小点说 我爸妈还在呢 现在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 将即就寄来 你干嘛不说点别的呀 话赶到这个份上了 你让我说什么好 你就说我 我是深夜来找你 对接工作的人 我公司的职员 深夜里到我家里来对接工作 这传出去更可怕吧 还有啊 现在有损失的是我 不是你 你 我一点没觉得 当女女朋友 是什么占便宜的好事 你错了 你可不是我女朋友 这是假办法 好好好 嗯 干什么 看首相 机长啊 怕你反悔 把我准备一份甜品 占我便宜 让我当你女朋友 还让我给你准备甜品 我 我给你下药 你的甜品 不吃了 嗯 如果按此趋势发展 恩义可能会陷入资金断流的危险 诶 这么晚啊 嗯 你爸妈不是跟你一起吗 他们人呢 女生呢 嗯 完了 那我菜做多了 今天吃点菜吧 别老吃蛋肠饭了 你吃不腻我都要做你了 我们去打球吧 打球 不 其实你哥 他并不想看到你这样 他最害怕的 就是你 在他去世的这件事上 无法自拔 把所有的心思和精力 都花在怀念他上了 然后看着你们努力打造的恩义 一点点垮掉 恩义不会垮掉 是 他是不会垮掉 那么大一个公司 可是日子久了 总裁长期缺席 那 你能保证 他未来 也会像现在这样 平稳运行吗 继续打吧 你一定可以答应我 所有目标 只要能够坚持到底 只要方向明确 都会到达终点的 恩义的手机概念 是我们共同讨论出来的 它是我们的梦想 所以 我不会轻易放弃的 能陪哥哥坚持到底吗 哥 我一定可以 你自己随便吃点吧 我去找小丸子 他说给我找了个新的工作 再见 不可以 你先去把饭做了 再去干自己的事情 这是哪蛮做规矩啊 我又不是你专职厨娘 规矩是用来遵守的 不是用来质疑的 规矩是用来遵守的 不需要你来质疑 秦子姐 听说跟我弟弟谈恋爱了 很荣幸 你好 我是胡秦子 看他从小长到大 第一次听说他谈恋爱了 你可以叫我秦子 我可以叫你 施小念 小念你好 你好 他就这臭脾气 别理他 总裁 总裁和副总裁 虽然只差一个字 但是总裁的使命会更加艰举 公寓在位期间 是我陪他走过来的 他经历过什么 只有我清楚 所以晓鸥 我劝你 如果你没有十足的意志力 我不希望你贸然行事 你说得有道理 但是我总感觉 我哥想让我接过他的重担 请回电话给我 这么多电话 我有一些以前的事情想不通 想问你几个问题 我在那家日聊点等你 你找我 想问什么 我记得你说 你喜欢吃烤鸡皮 他已经不喜欢吃鸡皮了 谢谢 老板 要一份 三文鱼刺身 三文鱼刺身 再要一份 鸡蛋布丁 鸡蛋布丁 好 小念最近在调理身体 所以只能吃点清淡 公先生 我今天约小念来 是有一点私事要跟他谈 能不能请你回避一下 公公公不是外人 况且是我叫他来的 他现在回去不合适吧 是我冒美 请问你们两个究竟是 他是我男朋友 好 那好 好 其实这次叫你出来 我是想问一下 有关我以前的事情 是我偷看了他的日记 我其实 一直都很嫉妒他 为了了解你 了解你们过去的事 所以 也偷看了他的日记 也出于私心 曾经利用这些了解 误导了你 和你的家人 也正因为这样 所以你对我也有误会 祝你幸福 等一下 我记得你说你画过一本漫画 你可以给我看看吗 不可以 小念刚才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他不想跟你们再有任何联系 我也希望你们今后 不要再纠缠我女朋友 所以刚才他说的 你都知道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他的一切 好的不好的我都知道 但这不会对我产生任何影响 我只在乎我自己感受到的 走 走 女生 把车开过来 我不 我要回去了 站住 你跟我闹什么脾气啊 喂 你哭什么 没哭 你说 我这样是对他好 对我家里人好 对吗 你刚刚错失了一个翻盘的好机会 你这个猪脑子 我在你眼里怎么都是猪 做什么都是错的 反正都是些垃圾 趁早跟他们划清界限 照现在看来 以后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低风险高收入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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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帮忙啊 抱一下吧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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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打扰你们开会了 公益的股权 我和她母亲是第一级承认 我们在法律生效之后 今天已经公证过了 这部分股权 就送给公欧了 我公欧当总裁了 你看 天哪 她真厉害 我以前光觉得她霸道 没想到这下她成了真正的霸道总裁 这下两种人格合体 就是名副其实的霸道总裁 大道总裁 我 我给她 你们两个看能不好玩 我帮你回回的 妈妈 你给我 我都回的感谢 你怎么回事 什么啊 神神秘秘的 没什么 恭喜你 当上了总裁 没什么 小老板 手机呢 回头 睡吧 我困了 我先休息一下 我也困了 我要休息了 你给我一段时光 留下来想念 cussions 明镜 经历中刻下模样 不带走一望 你就像一轮太阳 耀眼的光芒 你是我的 一年时光 那一个温柔眼神让爱情释放 每一次双手紧口心脏也较亮 不再衡量现实与理想的重量 手机 手机 我手机没电了 没电了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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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段时光留下来想念 记忆成刻下模样不带走遗忘 你就像一轮太阳耀眼的光芒 你是我的一年时光 就请你带走我的心 甜的柔软的幻想 孤单疲惫都已融化在你微笑的脸庞 难免的长夜 另门未来的图画 为分离去我们的梦想 太可怕了 我怎么会一直在想这个女人 这个施晓妮 是不是跟我蛋炒饭里下毒了 怎么眼里全是他呀 你做的饭啊 只有蛋炒饭勉强能吃 以后就这样 一三五的午饭和二四六的晚饭 我只吃蛋炒饭 周末如果你想休息的话 可以省省精力 早上做一次 一次吃一天 公欧 我有事要说 说 我觉得我应该走了 之前留下来是给你做人证 可是我现在觉得我越来越像厨娘了 我觉得我应该回去画我的漫画了 不应该再赖在你家 说完了 对了 我行李也收拾得差不多了 需要米生帮我办一下家 那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什么事 明天早上我有几家杂志社的专访 你称在公司有事情去不了 你陪我去 什么专访啊 我 我不是刚才刚说完我要走吗 刚才是刚才 我刚刚答应你了 你不是也没走吗 现在 我返回了 你正好处于失业状态 明天你有一份新的工作 可乐而不为难 还有蛋炒饭吗 没了 对了 下一次蛋炒饭可以多做点 上次我假扮你的男朋友 现在 你是不是也该实现你自己的承诺了 去学点甜品 我 我再问一下 我要陪你去做专访 是以什么身份 是你公司的员工 还是你助理啊 女朋友啊 什么跟什么呀 我什么时候还有这层身份呢 我爸妈那里说清了吗 沐谦出那里你还要解释吗 所以为什么不能假扮我女朋友啊 你想当真的 我 我还没吃完呢 我来 来 请 好 公总 咱们能不能摆一个成功人士兵 打起的那种姿势 好好好 就是这泡子 好 来 公总啊 咱们这个表情 能不能再开展一点 阳光一点嘛 阳光一点嘛 阳光一点 好 非常好 上次 你给公方的那个摸摸哒以后 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 有趣的事情发生呀 没有 那有没有什么 特别的事情发生呀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 我就每天给她做饭 做饭 做饭 那两个人 总得有单独相处的时候吧 那倒是有 但是好像都在吵架 你跟我说什么了 我错了 我 我发生 我再也不八卦了 你说实话吧 你是不是喜欢施晓涅 你说实话吧 你是不是喜欢施晓涅 这个 没有啊 我真的觉得特别棒 你知道吗 施晓涅 我现在就去联系出版社 找手把你这个推出去 只要你投入感情 加油化好的 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的 投入感情啊 我能勉强保住我的小命 就不错了 你可以的 相信自己施晓涅 加油 你要是不喜欢施晓涅 你为什么让我停止对她调查 还不是打击你看是新人的 你把人家调查个底朝天 调查结果就是 从施晓涅一出生 就跟我哥没有交集 我这个时候 不让你停止调查 难不成 我们继续浪负我的经历和彩礼吗 你还不知道吧 你之前公司的那个 黄世仁 他要封杀石小念 不让他再出版作品了 什么 人家人脉广 资历深 就你那个小画师啊 人家凭什么帮他呀 人家凭什么帮他呀 这谁呀 大上午坐在这儿 晒太阳呢 你 怎么了你 你怎么样 你跟我说说 你让我开心开心 你都该不用你管 不哭啦 不哭啦 没意思 那我走了啊 看你这么难过 这个送给我 sagt 咪秘淑 黄秘淑 王先生来了 王先生 晓老板在里面等您 晓老板 王先生来了 好了 那进来 王师傅 请坐吧 不必了 龚总要给老头子下马位 老头子还是站着听龚总教训吧 当年龚宇挖我的恩怡 对我都是恭恭敬敬的 你身后的初代模型 也是我带着团队一块儿研发的 你一个小孩子 有什么资格对我和我的团队 吃手画脚 我不管你算 李超元老 现在我是恩怡的总裁 把你们的颗料房拿回去重做 不然你和你的团队都够滚蛋 走就走 别以为大家叫你一声龚总 就得意了 跟龚宇的为人处事相比 你连他应该手指头都比不上 你 王先生 这什么贵地方啊 信号都没有 怎么他这手机都长得这么奇怪 这手机放在他伸手能拿到的地方 看来对公欧很珍贵啊 公司的内部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 但现在是敏感的事情 你得小心点 没事的 我会打探清楚的情况吧 要不还是算了吧 要不还是算了吧 可以的 可以 怎么样啊 是不是怨念很重啊 没想到 连初代的设计师都想辞职 我觉得咱们想修好这个 有点难了 这回小老板又要熬夜找人事不谈话 又有东西要碎一地了 那总得试试啊 要不然你说这 多可惜啊 对 对 叫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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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师 孙师 孙师可以 你得一个一个来的 可以一个一个来的 咱们一个一个来的 咱们一个一个来的 咱们一个来的 咱们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我是公欧的私人秘书 他派我来的 他说你们有任何要求 都可以跟我说 你们是有要求的吧 各位老师傅们 你们已经在恩义干了这么多年 都对恩义也有感情了 现在为什么要说走就走呢 我想 是不是王若森王师傅 在见完孔总之后 回来跟大家反映 说他是一个不听长辈劝告 乱发脾气 乱说东西的混账小子 小姑娘 话可不能乱说 秦子姐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 一提到公欧 就这么生气的原因了 为什么 学姐 我等您的那份风度报告 可是等了很久呢 想来您是贵人多忘事 我也只好又上门 亲自跟你要一次 不打开看看吗 想要瞒住千出倒是不难 只要你表现好 一切都好吃 一切都好吃 阿姨 我带了点补品给您和王师傅 谢谢 好 要喝点什么 都行 茶就行 那你坐 好 喝点茶 谢谢 阿姨 您应该也知道 王师傅呢 在我们公司 算是前辈 那我们公务总裁 他处事方式 还有他的脾气 就那样 大家也都习惯了 我们大家也都知道 王老先生呢 因为这个受了不少的委屈 但是其实您想 我们恩义能有这么好的口碑 不就也是因为我们公欧 他的这个 吹毛求疵的这个毛病吗 可不是吗 阿姨您可能不知道 我们恩义的前总裁公欧 是我们公欧的哥哥 那公欧呢 在我们恩义上上下下人的心目当中 就是一个特别有担当 特别有爱心的人 我们大家也都特别感恩 他的照顾 但是 他现在不在了 那能不能就希望 老先生就当 帮公欧一个忙 也帮帮公欧 照顾他一下 其实 你看 我知道老先生 他为什么生气 他不就是觉得 公欧对他态度不好 而且对大家都太严格了吗 但其实这也是一个优点呀 这说明公欧这个人 他对人对事都很认真负责 从来不会弄虚作假 那我们大家跟着他 也都很值得 很放心 对不对 我这次来之前 公欧也跟我说 如果老先生 还是生他的气的话 他就准备亲自来附近请罪 直到老先生气消了为止 那 阿姨我今天就不打扰您了 公司还有事 我先走了 改天再来看你做我的师傅 我感冒好了 明天就可以回去上班 你告诉公欧 我不跟他猫头小子记酒 太像了 施小念 你发微信上往下楼什么事啊 我给你看个东西 叫我向你 施小念 拿过来 你去拿什么 不要叫什么 你去熬夜神 你别过来就站在那儿 我告诉你我准备是有限度的 你就站在那儿 我就说话 定 嗯 我想说 公 我知道你想证明自己 想把恩义打造好 可是你 总是用发脾气的方式解决问题 那样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你懂什么 我 我是不懂 可是我知道你 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总裁 要不然你就大可以把恩义卖掉 那干嘛劳心劳力地去学习管理啊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是不是蠢啊 被我传染了 我想说 你要学会交流 让大家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让你的员工们都了解 明白你的想法 而不是埋头苦干 我哥在的时候 很多他能轻易搞定的事情 到我这里去 变得处处都是困难 新冠上任嘛 可以慢慢释养 慢慢学 什么事 他答应了 好 我知道了 我 刚刚王尔森答应回来工作了 这 这不是你的鬼主意吧 石小念 不然青子也不会背着我去找别人 石小念 你跟我身边的人联系倒挺多的 想不到啊 你小姑娘说话 还真管用 龚总不但给了价 还给咱们包了机票和酒店 让咱们海外里偷去 看来这龚总和她的关系 两位师傅 既然你们的要求已经得到了满足 那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小忙 想要修复这个N1初代模型机 恐怕 只有王乳森老师傅有这个技术啊 我做的东西我自己来修 谁让龚欧那小子会做人呢 专门派了胡小姐上门请罪 对 看来龚欧真的很在乎你 他今天答应你的这件事 就连我的完全没想到 小念 你真的很厉害 没有了 我 我跟他其实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没什么关系 倒是你 最近公司好像都在八卦你们俩 你真的误会了 我跟龚欧才是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心里的人是龚欧 我喜欢的是他 现在他人都已经走了 我也只能免为其难帮帮他弟弟 免得公司被这个偏执狂带垮了 不过现在看来 他似乎有了更好的帮手 小念 龚欧就交给你了 他从小就是这个样子 龚欧走了之后 越来越严重了 我跟龚欧之间 这个嫂子当不成 至少也算半个姐姐吧 我可不希望她就这么自己跑偏了 可是 可是 可是我还是 别可是了 走吧 我跟你讲啊 当总裁可是很累的 不如你到我们公司来体验体验总裁的感觉 当总裁啊 我也想当总裁 不过我想当的是出版社总裁 我要是能当出版社总裁 我先把石耀宁的梦画出版了 你又做白日梦了 有梦想是好的 今天事情有点多 我还在公司呢 你放心吧 要我都吃过了 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秦 秦初 你来这儿吃饭 你管人家来干什么 没吃 大包了点 那你多吃点 人家吃多少跟你有关系吗 不好 那 你们也赶快去吃饭吧 我先走了 秦初 那个鸡皮回家热一下得吃 要不然对胃不好 还不走啊 你再不走这个傻子 就要跟到你家去给你热吃的 说谁傻 再见 秦初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能不能改变一下 你说话的风格 我怎么了 说错什么了吗 饿不饿 你多吃点 我还想多吃点呢 你不是刚说完自己饱了吗 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店里面特别地忙 招牌赛已经卖完了 最后的鸡皮也刚刚被点走了 你看你看 没有了 走吧 咱们再改进来 坐下 石小姐 我告诉你 答应我的事情 就要说到做到 好 行 老板 你冰箱里应该有明天的备货吧 不是 有是有 但是也没穿 也没解冻 你看我现在这儿人手也不够 没事 没事 你忙你的 我来 好 谢谢 你们那桌 还需要鸡皮吗 我们要 谢谢 我来穿 好 帮忙 你什么时候你都走了 你说他们几个什么关系啊 什么情况 那 请问您还要点 我全都要了 来 走过 路过 不要错过 墙上我的胶牌鸡皮 老板拿走 这些我都要了 这么多你都要了 这可是拿出来的备菜 你不拿走哪有客人啊 我可没事理你 真难吃 公公 你给我站住 你到底发什么疯啊 发疯 我没发疯 好好的啊 我发什么疯啊 没发疯 那你这是什么 浪费调食 拿不来了 没不让你吃啊 那是什么问题啊 因为沐坚初 你跟沐坚初之间 有什么问题吗 我跟他之间 什么问题都没有 我就是看不惯你这一副 没出息的样子 你能不能讲点理啊 就算你是我朋友 也不至于管这么宽呀 之前你让我管 现在又不让我管 把我当成审人 我的事情 还不需要你来决定吧 上不上 上啊 早 好 孙社长一把 孙社长 你是孙吗 孙 孙 生 傻瓜 怎么喊你呢 我 出版社的事情 办得怎么样了 哦 石小姐那些 我说的是出版社 不是石小念 我问出版社不就是那石小姐吗 不知道当时是谁啊 一看到女孩子哭我 就怂恿我收购出版社 那是我做的 我最错的 你怎么了 好 没事 小老板不是您早有这个意思吗 我就是顺手推舟了一下 毕竟早在我看到那个奇怪的女人哭之前 您就已经让投资部去打听出版社的收购价格 说吧 怎么惩罚您 下跪工资扣多少 我罚站 不过小老板 咱们是不是有必要 把石小念画的结尾拿回来看一下 没准和咱们手上的复印稿一对比 能找出一些 关于大老板车购的线索 怎么会一点线索都没有 难道石小念真的跟我哥的车祸没关系 可这本漫画怎么会出现在现场啊 石小念没有嫂 陪伴目前初长大的人是他不是石敌 石敌才是那个家不好的 看不看啊 钱得饱了 谢谢你阿公 谢谢你帮我投资了出版社 我特别开心感动 不过我觉得你做得有点讨帅 你别想太多 我投资出版社 不是为了你 不是为了我 那你干吗出钱投资出版社 而且还让丸子做总编 还给我出版漫画 为什么 你想多了 我只是不小心进了你的房间 又不小心打开了你的电脑 然后不小心看到了你画的漫画 结果呢 你画得实在是太烂了 我在想啊 如果靠你自己的话 估计这辈子都没办法出版 我画得烂 你去问问丸子 宇宙细腻无敌美少女低于 什么破名字 你果然对自己是盲目的自信啊 那当然了 等我吃完饭 那把碗刷了之后 就好好地去画漫画 我现在对我自己的漫画形象 非常不满意 你最好为了讨好你的投资方 改变一下自己的画风 还说我 你这个人 你再说我坏话 你听到了 发神经 你说什么 我在吃饭啊 吃饭也算说话吗 声挺大的 你是一种表达 这些我不都删了吗 这怎么都回到钟站上了 狗 你很贵 骗子狂 你说对了 在你的所有作品里 我只对这个感兴趣 其他的 都太一般了 你快把东西还给我 东西 什么东西 你说什么 没 没 没什么 你慢慢玩啊 我先走了 来都来了 你看什么修嘛 你快把衣服穿上啊 这件T恤湿透了 我穿在身上非常难受 所以就脱掉了 况且我们俩这么交流 不更是坦诚相见吗 谁跟你坦诚相见啊 变态 我问你 是不是你拿的我的东西 不是拿的 是偷的 笑话 这里是我家 我在我家里找任何东西 都算不上偷 况且那个手机模型 本来就是我的 物归原主而已 我说的是漫画手稿 就是我画的签出的那个 明明放在丑地里 怎么就不见了 就是你拿的 那个绝对不能丢 是唯一的纪念 你签约了出版社 可整家出版社都是我的 所以你的手稿也是网络 至于你的漫画手册嘛 是啊 是我拿走了 并且看了两年 的确太一把了 你还看 那 那是避命 隐私 你一个唐浪大总裁 偷鬼别人隐私 还直接偷走 无耻 我再说一遍 这里是我家 我做任何事情 都不能算偷 我本来 打算再给任何人看到 是吗 你帮我找回了手机模型 我买了一家出版社给你 这个人情可不算小 好吧 所以 你打算怎么谢我 你怎么会有这个 别碰 坐下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这套复印件 你交给过谁 我就交给过 出版社原来的黄总编 因为我本来是要出版的 按照流程 我得把手稿给他复印啊 也就是说 你把这些手稿 交给黄总编之后 这上下两套 你就再也没见过是吗 理应是这样的 可是现在我也糊涂了 你 你是怎么拿到的 这几张 是在我哥的车祸现场买到的 车祸现场 怎么可能啊 我发誓我没见过 我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始 就把你找到我家里来盘问了吗 这里面有太多我解不开的迷了 我之所以拿走你的漫画结尾 是想看看 里面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 原来是这样啊 可是这些漫画 让你失望了吧 你刚才说 你把这些手稿 交给了出版社总编 除了他以外 就只有我和丸子看过 丸子我是信任他的 他是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 看来要先从这个杂志社出版总编下手 那个 如果没什么事了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拿走吗 如果有需要 我是说你要调查还是什么线索的话 你再管我药就好了 这我先拿走了 还有今天这个被你拿走的事 就先搞一段落 什么 公欧收购了一家出版社 你确定吗 这个公欧 果然比我想象中厉害 不能小瞧它 它要是单纯的投资还好 要是有什么别的目的 注意丁锦涛的动向 喂 小念 你快看快看 你的漫画现在在看的话 应用程式上已经破浏览记录了 这不是最多梦吧 我上次找你 是想通过你打消石小念出版那本漫画的想法 哪怕他把主轮梦换成我也行 可是你呢 你都干什么了 你对得起我给你的钱吗 我都跟他说了 他不同意改的 再说我也没给他出版的 这不正合你意吗 你还不承认是吧 你自己看 这是什么 当初你给我这本复印件的时候 说好只给我一个人 可是我在别人那儿看见了一份一模一样的 我怎么交代你的 我给你的钱你都忘了 施小姐 这个我不知道 施小念一年前把这个复印件交到我手上 施小姐 你应该知道什么叫复印件吧 复印件的意思就是他有可能复印出上百套 没准他给了别人几套怎么办呢 施小姐 如果你没有其他事 那我就走了 咱们改天再聊 施小念 施小念 你是要害死我 小老板 都解决了 全部解决了 他们其中大部分 是跟NE以及下属部门有合作需求 想要借助对施小姐的漫画投资 更好达成跟NE合作 还有一些 面临破产 想借助给你来翻盘 所以啊施小姐 这些人不是单纯冲着漫画来的 小老板这么做是为了你好 都听见了 就你这种智商在NE工作 早就被丢到海里喂鲨鱼了 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 我们想努力摆脱他 来证明自己的实力都没有用 因为这些人本来就是冲着他来的 即便我画的是垃圾 他们仍然会来 怎么会是垃圾 我可不允许我一直以来喜欢的漫画家 说自己的漫画是垃圾 这些是我对跟施小姐漫画合作的所有方案 包括 对她进行个人的宣传 以及版权开发 当然 除了我私人的热爱 也有好多对漫画的理解与想法 不过 这个也完全取决于施小姐您 是否愿意接受 对了 还有 最重要的是 为了防止节外生枝 我也拟了一份文件 放弃一切有可能跟N1之间达成的合作 我说过 我说过 这里的事情 由你们全权负责 我不管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了 到了就知道了 在我面前就是正在落下去的太阳 你能感受到吗 夕阳和日出是不一样的热度光 在我面前就是正在落下去的太阳 不用看了 你一定会喜欢的 不用看了 你一定会喜欢的 爸 合同签了 这儿就是你的了 工总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进来吧 小弟 你还记得这里吗 记得啊 小时候总来嘛 看来我没记错 千初 你 跟我来 怎么样 在这里办公 不错吧 既然沐总这么说了 那肯定是不错的呀 小迪 我再带你去那边逛逛吧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一起逛的话 肯定能想起不少以前的事 千初 今天就算了吧 风实在太大了 而且我一会还得去片场 咱改天行吗 好啊 走吧 从现在开始 你要为我和恩义 量身打造卡通漫画形象 作为宣传手段 听清楚吗 有点清楚吧 不是你之前跟我说过吗 卡通漫画可以作为对外交流的窗口 现在我做到了 你自己倒反悔了 我那个意思是说 可以作为我对外交流的窗口 当然 你想交流也可以 只是我这绘画风格你也见过呀 就为了 就按照你的赖 不 在退出之前 还是要先给我看一下 清楚 明白 最后一个问题 问 你为什么把工作室选在这儿 我做任何决定 需要征求你的同意吗 我饿了 去吃饭吧 怎么了 这楼上是小剑的工作室 还有这乡邻的两个车位也是他的 如果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还想要得见谅啊 走了 走了 楼上是公务的公司啊 楼上是石小剑漫画工作室 刚刚进驻的 果然 你还是想压我一头 明明自己已经赢了一局 还装模作样地为我打抱不平 走 找我还有什么事 是你还有事情找我吧 你想问什么就问 想说什么就说 难不成还要让我追上你 向你解释呢 你早就知道石笛的工作室 在我楼下 你根本不知道 目前初会租下楼下工作室的石笛啊 而且那两个车位 本来就是全属于咱们工作室 人家原先的业主不拆开租 谁想到石笛今天会因为这个事呢 他们迟早会遇见 我这么做 只是言耳道理的而已 喂 爸 你们干吗去了 我刚才给你们打好几个电话都不接 我妈笑容的命又犯了 我现在就回去 什么新邻居 就在咱家对门 公司内科的专家 专门置笑喘的 那现在怎么样了 那好好休息啊 是你安排的 什么 呼吸内科的专家 专门置笑喘的 等我妈笑喘病一犯 还没去医院呢 就被抢救过来了 咱们家那个小区都是很旧的房子 我就不信有什么专家 会特意买那儿的房子 免得你又要说我监视你的家人 不过但凡你这个人长点脑子的话 就会意识到 一个医疗专家 是不太擅长做监视工作的 公公 不太擅长做监视工作的 你要来吃炒饭 那不是这个 今天可以放个样 吃 吃饺子 我做饺子也很好吃到 我跟你说 我送给你吃啊 我最喜欢吃泥瓜的饺子啊 你这小嘴啊 太会说话了 外婆听了高兴得不得了 喜欢吃就多吃一点啊 厨房也还多这个 慢点啊 烫 小心烫 好 嗯 这会应该好 我们再尝尝 请用 尝尝 你上回不是说 要从黄总编入手 调查格格称呼线索一串吗 那有什么进展 完了 你说的那个黄总编 已经从本事销声匿迹了 有人说他去了零食 我也派人去查过 但是什么线索都没有 电话什么的 全都换了 那这黄总编 为什么要把这个复印件给你搁 他为了什么目的啊 你就别担心了 现在他不出现 总有他出现的时候 我们等就是了 我跟你说 我最近还压力挺大的 因为他昨天 带我出了一个文化成的女儿 然后呢 然后 在一个特别漂亮的地方 给我设计了一个漫画工作室 什么工作室啊 石小念漫画工作室 喂 你在不在听完完子 说话呀 白玉果然没有任何希望了 暖男有什么用啊 公才是真男人 这位服务您好 请问有什么需要 小的将给您服务 你搞什么 那天我跟白玉聊完之后 我才发现 现在这个粉丝对偶像的崇拜 真的非常可怕 让更多喜欢您漫画的人 见到您本人 本来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再加上 他们都是您漫画的忠实粉丝 多吸取他们的意见 不是会画得更好吗 你说得有道理 我也希望我自己画的东西 能让更多人喜欢 这不就得了 那富婆 我们就办 办 办 怎么来要了 算是可以 但在这之前 我得拿下一个人 你就同意了吧 一个专门会完你完的时候 就在发工信仰单一下午 而且还问了很多媒体来查识 真的 不会有什么意外的 既然你自己都决定了 还来问我 我得问你啊 我不提前跟你说好了 算你的脾气 万一去破坏现场的办呀 我还不了解你啊 丸子之前跟我提这个想法之前 我都没有想过 现在我倒是觉得 我特别想见他们 我想像朋友一样跟他们交流 我想问问 你们喜不喜欢我思造的男主 你们对我思造的女主是什么看法 我特别想问问他们 我也知道 你一直觉得我的漫画呢 看不下去 脑洞奇特 毫无意义 可是它是我 生活中很大的意义 既然你都投资它了 你倒不如 再给我一点表现的机会呗 你真的这么喜欢我漫画吗 就这样吧 那你就是同意了 你这态度就是同意了 你这态度就是同意了 那我去给你热菜了 你不许反悔啊 你不许反悔啊 说我是骗子狂 自己比谁都固执 这么不讲理 就请你带走我的心 甜了柔软的幻想 孤单疲惫 都已融化在你 上天是原神 上天是原神 上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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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 你还真有当主编的才华和天赋 只不过我担心我这粉丝 能成长这么大场面吗 不过我有点太夸张了 你是不知道 你的粉丝号召力 连我都没想到 报名人数现在已经超过了一千人 要不是我尽叫细选 这会场都坐不下 是吗 我看看 好 好 我就问一个问题啊 说 如果石小姐知道 这次粉丝都是您安排的 您觉得会有什么后果 不会有任何后果 她不会知道 这些来参加活动的粉丝 我都付了丰厚的酬劳 他们永远都不会说出去 我本来以为我的梦想 已经打动她了 没想到她眼里根本就没有别人 我现在就去找她理论 哪怕她把我掐死 动起来做成标本 做成标本 这个想法听起来乖乖的 我想请你搬出那栋小人楼 我可以给你双倍的补偿 和更好的工作环境 她凭什么要给实地让位置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现在总算是看出来的 你对于控制别人 威胁别人 让别人受制于你 就没有癖好 我原来不觉的 我以为你会改 我现在才看出来的 你是变本加令 越来越严重了 你特别喜欢让别人受制于你 然后被你玩弄得像个傻子一样 你是不是觉得她没有意思 有成就感 我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清楚 大可不必这么费力 你就直接告诉我 别让我取得了 她安排一对大爷大妈冲到假粉丝 你是不是看我这样被你玩弄得 特别有意思 看我笑话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出尔反尔啊 徐小姐 这个我得跟你解释一下 你闭嘴 出尔反尔 要说出尔反尔 没人比得过你吧 你口口声称说要保护自己的妹妹 不破坏别人家庭 然而呢 你装模作样 让我去假扮你男朋友 这才过了几天啊 怪不得 你妹妹会对你说那些话 我在你眼里 原来是这样的 你在我眼里是什么样不重要 我现在只是觉得 我帮你 就是在浪费时间 浪费生命 算了 道不同 不相为谋 龚总 我感谢你的好心 帮我出版漫画 投资了这个工作室 但是该还的 我都会还给你 今天 我们俩就到此为止 至于你要怎么跟家里人解释 跟我没关系 你也不要再动不动 把我叫到你家里去住 我只会觉得很幼稚 一点都不好玩 李生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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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念 快上来吧 走 路上小心 你也小心 嗯 上个月我们投资部买了一个出版社 这个月又买了一间工作室 所以资金上有些出金减充 这两个投资 不只是简简单单地把钱花出去 我自有我的缺点 好 只要龚总有自己的计划和安排 我们都没问题的 只不过线上宣传的钱 我真的没有办法再给你了 要不这样 我的部门这个月的工资和奖金 就不发了 来去做线上宣传 一个月的时间吧 挺得住的 算了 这样吧 你把原定用于线上宣传的资金 全部给我 我自己想办法 再会 接到你的信息 本来打算亲自去机场接你的 但是和陈百姨争执就给忘了 实在是抱歉啊 知道你忙 所以就放过你了 我们之间不用这么客气的 公 我离开的这段时间 你过得好不好 挺好的 跟你见没什么区别 没什么 你早点休息 我先去睡了 好 晚安 这个女孩好有气质啊 嗯 公欧 我听说白宇跟你签了一份合同 你要让我们工作室给你承治项目啊 没错 我确实打算让你帮我们做公司线上宣传的段视频 那 那好吧 反正你不怕输 我也不怕 不过 如果我的作品真的能帮助到你 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个事 你在威胁我吗 这算吗 没错 公昊让我做那个手机宣传片 我一点头绪都没有 真的烦死了 你有哪些地方不明白吗 就是那些 专用的科技术语 我都看不懂 怎么都要咋了 我倒是有一个主意 解零还需系零人 所以 谁给你出的难题 你就找谁帮你解决啊 对呀 那我去找他 我再逐步取得施小念的信任 效果不错 知道了 你注意不要暴露 会尽量把频率估差降到最低 等一下 你听没听过一个 词叫对牛弹琴 我们现在就是那头牛 这些听不懂吗 这是最简单的解释方式 施小念 以前我觉得你脑子笨是我的不对 可是今天你真的是蠢的 超出了我的想象啊 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 都在刷新你的智商下线 你 我不跟您说这个 蠢死了你 超出了你 小王八道 好 谢谢你 对不起啊 我睡觉睡觉 你回干嘛了 闭嘴 早 早 什么早 好 起来工作了 那 那我先去洗把脸 我需要跟你解释吗 不需要 很明显 出去 不明显 今天见了几位股东 他没有特别的偏向什么宣传方案 也没有偏向你或者陈总 只是你心上人不久 大家都属于观望状态 我相信是小脸 虽然他做出来的东西比较幼稚 但我们不一定会说 如果不堵他一把 就一定会说 你别走来走去的了 我按照你的想法 我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 要不然咱们先放出去 看看效果 也可以啊 你干什么啊 我还没修改完呢 你不是说先放上去看看效果吗 不放怎么看效果呀 那你也不能直接发微博啊 没关系 我们先看看效果怎么样 如果效果哪里不好 你及时调整 好了 做了一天视频啊 脑子累坏了吧 下去换换换脑子吧 换什么脑子 公公 我真的很担心 担心我那短片做得不好 转发量多少了 我看一下 丸子 你说我是不是特别差劲啊 我以前找不到好工作 漫画也不被人看中 就连好不容易出版的 都给泡汤了 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运气不好 可是我现在觉得 其实我自己真的 你胡说什么 你可是咱们学校画得最好 最有灵气的 现在你的照片 都还挂在考前美术班的 大白强盛呢 你要是画得不好 你不是说我们都是弱智呢 好了 不就是转发量不好吗 大不了 我帮你找个带刷数据的 怎么了你 抽什么疯了你 冤发了 我们被转发了 转发了 我们的微博被转了 那个 我们被一个特别有名的 测评科技的大号给转了 转发了我们微博 你快去看啊 太好了 太好了 被转了 被打了 你怎么这么蠢 小辣 我回来了 你这是在干什么 干嘛 庆祝啊 就是 小老板你和莫娜女 在这张粉级上 打得这么漂亮 但我们不得给你们摇七纳 我们属小天也费了很大的力 好不好 那不是因为我们小老板 跟莫娜女 是配合得好 你们快来坐 坐这边 坐吧 我们来行庆祝一下 好 来 好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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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人呢 他们都回去了 小念 这是我泡的山楂麦芽茶 可以用来西澳油解腻 你尝尝 谢谢风小姐 早饿那就好了 真好喝 光欧的脾气虽然很差 可是她对梦想 真的很执着 那个时候我就决定 我要好好努力 希望有一天可以帮到她 虽然现在还不确定 是否能真的 走进她的内心 但是我会努力的 不好意思 我先回个邮件 你先忙 龚欧这样的大魔头 原来在莫娜的心里 有这么非凡的存在 莫娜长得好看 还有能力 最重要的是 她很喜欢公欧 两个人看上去 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心里有些失落 可我还是很为公欧高兴的 你吓死我了 你吓死我了 你 你吓死我了你 对对 谢谢 你们有事请我 坐 上次你们公司那个手机宣传短片 虽然最后用的是你们的视频 但是我也有费力查资料什么的 我很辛苦呀 你想表达什么 我想说 你上回答应了那个条件 你还记得吧 能兑现吗 看在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 答应你咯 继续兑现吧 真的 你刚刚说那个条件是什么 就是我想把工作室楼下的两个车位给失敌 因为我又没有车 留着站着也都是浪费 不行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就是原则问题 我求求你了 我以后一定学动画制作 学科技名词 我不会努力 除了我也没有 我就是女工作 帮我出事 你不答应不行 不可以 你干什么 石教练 你干什么 我不让你走 你而不通你的话 不可以走了 你疯了吧 你快点答应我 答应我 答应我呀 你答应我 我不让你走 我告诉你 好 我答应你 你答应了 嗯 那你的点头 你的点头怎么回事 我答应你 不行 你这个人点头之后 有可能还刀鬼了 你能给我盖账吗 盖什么账啊 记账 记账 快点 记账 哎呀 你同意了 哎呀 喂 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吗 前出 孟先生 你好 嗯 是这样的 那天我跟公欧商量了一下 工作室楼下那个车位 我自己也用不上 所以他同意给石迪了 是这样玩得太好了 我该怎么感谢你呢 没必要这么客气 都是一家人 天出 给你买了喜欢的水果 小迪回来了吧 那咱们就不说了 拜拜 谢谢 跟谁打电话呢 房思敏 跟我聊点公司上的事情 你买了水果是吗 嗯 我真想吃呢 走 走 哎 老陈 我跟你说 公司现在都炸了 都说公欧和封莫娜谈恋爱了 真的假的 回去做一下佳节工作吧 去美国培训的人选 就定你了 谢谢川总 那我先去忙了 嗯 我对我们公司接下来这个项目 其实还蛮有兴趣的 我们只要抓住了 N1的核心科技 我觉得资金啊 投资啊 都不是的 我觉得也是 这个项目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项目介绍给我看一下 预付费用还不错呀 五百七十万会不会太少了 考虑一下吧 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芒果布丁 你们尝一下 用的新鲜的芒果 没有天下剂的那种 谢谢 如果我们加入的话 可能会更多一些 我觉得还是这一点 只要抓住了核心科技 我觉得一切都不是问题 小迪 江初 来尝尝我给你做的鸡汤 今天这么忙 还想着给我送鸡汤啊 我担心你的身体嘛 阿姨都说了 你最近瘦了 我得想办法 好好给你补补啊 嗯 很好喝 江初啊 嗯 我有一个想法 想了挺长时间啊 你说啊 你想了什么都可以跟我说 我在想 咱们结婚以后 是不是应该定居国外啊 毕竟国外更有利于你的身体恢复 小迪啊 你怎么突然想起出国来了 你不是说 要打算好好做饮食公司吗 医生都说了 后三年是你恢复的关键期 虽然集团的事情很重要 但是对于我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你的身体嘛 小迪啊 出国这件事对我来说 还是有点太突然了 我现在没办法给你什么答复 要不然 你给我点时间 让我好好考虑一下 好吗 既然我厚着脸皮提出来 我就是想问问 你对娜娜 到底是什么态度 你怎么来了 我为什么不能来这儿 干什么 我找你有事 我不走 我是她合伙人 小连 你从这儿搬出去 有什么损失 我来不走 我为什么要把我工作室搬走啊 我是来通知你的 不是来跟你商量的 我会给你找新工作室的地址 你只需要搬过去就行了 先出那边我会给一个理由 你就当帮我这个忙吧 这是我的工作室 我怕由不得你在这里说办办办 你要是赶灯白鱼 我跟你没完 好啊 照你什么 我说我明天就让她辞职 对 回来了 小念 我帮你房间换的新的花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你送我的都喜欢 但这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不用让费些花了 它没什么审美品位 你才没有审美品位呢 快点啊 你爹啊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啊 你一定会猜到 我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啊 人哪 这辈子最大的悲哀就是 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懂 等到你一旦把很多事情 都搞清楚以后 你就会发现 你已经不年轻了 出国疗养 这件事情不是不可能 但是这段时间不行 一定要熬过这段时间 等一切都稳定了以后 你们两个想去哪儿干什么 我都不会反对 但是现在 我绝会允许你动摇千楚 你也看见了 出国这件事情 不是我能左右的 叔叔不让千楚走 谁也没办法 我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有事情我会再找你的 怎么办 怎么样 同志明 我们说 这个感情的事 谁都说得不好 你看 咱们之前都觉得 石小姐跟小老板肯定生大 但现在 我这线报群里面 我都拍到了小老板 跟莫娜旅行约会吃饭的照片 天哪 哥 公公还真的跟莫娜在一块儿了 别的 完了完了 我的一时一鸣就要回到公公的手里了 孙洁平 孙洁平 你不许这么喊我 孙洁平 石小姐 你都听到了吗 这叶子有点干了 小念 没事吧 没 没 没事 你 你们说小老板和莫娜 我觉得他们俩挺配的 男才女貌 才子佳人 小念 你还好吧 我很好 你们赶紧坐会儿 我去给你们倒水 石小姐 都怪你呀 瞎出什么呀 怪我干什么呀 是你非要问我的 不是我问你 那不是你把手机拽回她 我都说你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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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说话 你这是在干吗 你回来了 我 我要搬走了 要不我自己的住途 你要搬家了 嗯 这里本来也不属于我 我不能一直住下去 我现在有了工作室 回家住 我更能全身心地投入 创作 而且还不会耽误 你跟莫娜的二人生活 一举两得 挺好的 是小念 嗯 是小念 是小念 你要走就走 没必要送我这种东西 什么叫这种东西啊 我辛辛苦苦画了一下午呢 不喜欢拉倒 就新给你挑选 你干嘛冲我大哭小叫呀 你这一下午 又是收拾东西 又是画漫画 还弄什么唇膏 做了不少事是吧 对啊 我是过得很充实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你这个恋爱负分难 能跟莫娜女神在一起 是捡到宝了 我得教你一些小经验呀 教你如何讨好女孩 还有这凤丛膏 是基础中的基础 我还特意挑了网红色号 你的意思是 我还要感谢你 那倒不必 我也是自愿给你挑的 你这个找机会看一看 这个你就找机会送给啊 好啊 既然你计划得这么重去呢 我听你的 好啊 公欧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希望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我们之间只是好朋友而已 我哪 虽然我们不可能在一起 但是我对你 对恩益 还是有感情的 我是不会放假不管的 我手头的业务我也会负责到底 至于你 我们永远是好朋友 好搭档 再见了 公欧 再见了 公欧 再见了 公欧 我刚好帅 你不想吃吗 我还是不想吃吗 我以后就把你吃了 我会吃了 我以后就要吃了 我吃了 我以后就想吃了 我以后就要吃了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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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马上就要搬走了 可能以后烫得吃不到了 谢谢你 小年 不过要走的人是我 为什么 光欧是个内敛的人 他不太善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 但是他面对你 他可以卸下所有的伪装 做回公欧 而不是恩义的总裁 这应该就是他真正想要的生活 莫娜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公欧真正喜欢的人是你啊 不可能 这不可能的事 他 怎么可能喜欢我呢 他顶多也是喜欢我做的蛋炒饭 真的 在你心里就这么简单 我去给他做饭了 你不可能真是万一 小年 我 不想初到 нашего变化 或者是神经ors 广 kasih 不是 回家了 那我也要回家住 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为什么莫娜可以回家 我就要和你住在一起 因为她是莫娜 而你去试下面 疼死了 哎 怎么这么黑啊 怎么样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有了我们的伏价 要不然把我们作品里面 反面人物贴到灰色的墙上 把主角大家喜欢的 贴到白色的墙上 直到剃满为止 怎么样 那 黑色墙的第一位主角是谁呢 这还用说吗 我先去接个电话 喂 对 她不是当女朋友 我确定 但是 好像也不是别的关系 很有趣 我很喜欢这个活 很值得继续看下去 等咱们两个领了证啊 就找个小盒子把它锁起来 锁得严严实实的 绝对不让你有反悔的机会 千初 千初 你怎么了 千初 陈白 我不和你兜圈子 我们在一起 相处共事的时间也不短了 我哥还在的时候 是我们三个人的共同努力 才会有恩义今天的成绩 我希望你能够主动提出辞职 许部长 您在恩义的资历 只比我和陈总短一点 没想到这次风波 会让您主动提出离职啊 龚总啊 咱们进来就说了 这顿饭呢 只说感情 不谈龚总 这个事情呢 我们已经决定了 跟您跟陈总啊 没有任何关系 您和陈总之间的矛盾呢 我们不想参与 只是啊 在这个行业待久了 有些习惯和想法 开不掉了 我知道大家对恩义的感情 其实龚总他 恩义的成长和大家的奋斗 是分不开的 既然各位趋一已定 我尊重你们的选择 李章 你打赌输了 承得过的事情 要兑现啊 我知道啊 大小姐 我先送小老门回家啊 不跟你说 石小念喝多了 过来歇点 什么 石小念 是不是石小念打过来的 走 抓他去 我去 石小念 石小念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喝多了 又喝酒 每天都睡觉 像个猪一样 快起来 我有事情跟你说 敏昌 你输了 你的愿都无输 来来来 来来来 喝多了 你别喝了 陪我喝酒 你输了 怎么了 怎么了 酒 你不想我喝酒呢 走 这 石小念 economies 谁让你喝这么多酒啊 你不能喝 你就别喝这么多嘛 穿死了 徐晓妮 我喜欢你 给我酒 给我呀 给我呀 完整我 我说完了 听没听到 都不怪我 想看着南边的长夜 领摹未来的图画 会奔离是我们的梦想 不知 有机会 回来了 这么晚 累了吧 不累 给 你从哪里找到的 我以为 你一点都不在意 摔坏的那个水晶球呢 你都不知道 我打碎这个水晶球的时候 紧张死了 怕你生气 我都不敢多说话 今天逛了好几个 礼品店才买到的 不然都不敢回家来见你 我们最美好的回忆又回来了 你知道吗 我看不见的时候 就摸着这个水晶球 想象着那一年 你带着我看大雪时的样子 你自己的手都动得冰凉 还努力地给我暖手 小弟 我会一辈子都对你好的 那可说好了 以后我要做错的事情 你不许不理我 刚不起生气 怎么会呢 傻瓜 我的美少女 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女孩子 也是我最想娶回家的人 喜欢你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考验你 再来 你算是什么 我说你这不是那样的 我说你怎么吃 我想着自己啊 我说你这么想 我看不见你 我看不见你 你乖我看不见你 我只是喝了多少酒 施晓妍 实际上怎么会有你 这么清新脱俗的水姿 你是来搞笑的吗 你吃でも想要再去 你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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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 Sandra 那个 你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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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算了 那对他的记忆 会不会有些影响 应该会是有的 但是这个也要因人而异 因为有一些患者呢 他的潜伏剂比较长 到老了才会发作 像沐先生这种情况呢 属于有的时候记忆会混乱 但是不会很严重 牟总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就前两天 我们的人带出来的消息 说是公欧逼走了成百 因为手机质量的事 不过现在还没有成百的动向 应该是尚未寻找夏家 晓妮 喂 丸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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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怎么了 是不是喝大了 那 那是不是有人陷害我呀 谁送我回来的 晓妮 不要有被固害往下转 没人陷害你 你昨天晚上喝大了而已 喝大了 那是跟我送我回来的 要是什么事 没事小老板 我看您也挺忙的 还有一堆事要做呢 我就先走吧 有事您再叫我 李生 怎么了小老板 这还真有水印呢 但是是不是少了一页啊 肥皂挺像的 你们为什么办这价劲 有什么好处吗 办什么假证啊 办一个真正财九块钱而已 我跟你说 我跟米生这次可是认真的 这张结婚证 货真价实 为了什么呀 人家结婚都有三个理由 大龄圣女恨嫁 不是 父母逼婚 应该也不是 那共同买房买车 那不至于啊 说说吧 怎么回事啊 这还不都怪你也想了吧 我可是本着对你无比信任的心理 才跟他吐的 谁是让你这么不忠心 所以你就这么把自己给卖了 错 是他买饭自己卖给了我 好 最近安逸发生了地震般的波动 外部手机召回 对品牌的影响非常大 内部副总裁陈柏 又带领着团队集体辞职 而且补偿消费者的资金 也出现了漏洞 内外交捆 你说他行事都大折扣了 你刚才说的真的假的 安逸出了这么大的事 公公怎么一点都没跟我说呢 你啊 以公公的脾气 他怎么可能会把这种事情抱怨给你听啊 他肯定由某某一个人扛了 你的意思是 让我把AE接下来的产品计划告诉你 产品计划倒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知道你从AE出来 把技术团队的核心力量都带得出来 现在你们都在找能快速接受你们的公司 那你找我干什么 成立一个公司 怎么样可以让它又快又有竞争力 不可能 我是不会把AE的核心技术拿出来给你的 拿核心技术那是盗取 人 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 核心技术我可以从国外购买 为了敢在AE之前让产品上市 一些外围的包装和技术 应该不算过分吧 那你的目的是什么 既然要跟你合作 我也不想瞒你 AE成立之前就有我一笔钱 我现在要把它拿出来 换另外一笔钱 妈 我总是记得自己好像有一个 蓝色的小铁盒子 再怎么找都找不到 蓝色小铁盒 有啊 妈还给你收着呢 你和小弟订婚之前找出来的 我看那些东西挺有意思的 就给你放起来了 是这个啊 是这个啊 怎么就突然倒断枪口了呢 迷生告诉我的 是视相间的功劳 他找到了当时帮我们 转发视频的大V 束缚他们在网上帮我们解释 但是他好像也帮了别人什么忙 这样一来 我们才有了翻身的机会 这倒是像摄像店的风格 不过效果还挺不错的 本来说要换手机的顾客 突然说不用换了 他们自己下载补丁就可以了 他们对我们AE的质量 还是有信心的 这样一来 虽然我们的资金问题还是不小 但也不至于危机生存了 对了 你一会几点的防班啊 我送你去机场 不用麻烦了 让米生送我就好了 照顾好自己 还有那个是小念 抓捞他 别让他跑了 好 告别礼物 莫娜 谢谢你 有你这样的朋友 真好 好 好啦 你都说了一百遍了 我们又是好朋友 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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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一段时光留下爱想念 情义中刻下模样不带走遗忘 你就像一轮太阳耀眼的光芒 你是我的一念时光 我看着你求上天再赐我力量 教会我成长 你给我一段时光留下爱想念 谢谢你啊 是小念 在画什么 不给你看 给我看看 不行 给我的为什么不能让我看 不能让你看到 虽然是给你的 但没说现在让你看 给我看看 不给看 就给看 不行不行不给看 就看一下 你赶紧走不去 你赶紧走不去 别看你快走 难免的长夜 凌莫未来的作画 回分离续我们的梦想 你是我的真纯 你是我的真纯 一念时光 对了 小丽 你还记不记得 小时候我们和过两张东西 你说只要有了那个 我们就算是结婚了 那个呀 我当然记得 我的那张前两天在家里找到了 好 这样吧 周五你把你的那张也带上 免完证之后 我想找个地方把它装饰一下 以后我会在家里 你记得怎么样 好啊 他们都说陈总漂潮到樊胜 是故意针对小老板女 毕竟樊胜这么多年 一直跟咱们不对付 他带着咱们的技术过去 樊胜自然是敞开大门欢迎 我知道了 那我已经出去了小老板 去吧 怎么了 有事吗 我是这么想的 我们工作室呢 可以朝两个方向发展 一方面呢 是工作室自负盈亏的部分 可以在不断地开展新的漫画项目之外 再接一些商业性质的案子 比如说动漫形象设计 慢改 慢涨合作等等 盈利的部分 就让小丸子做一个报表给你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针对N1的宣传策划案 每个阶段的宣传 还有就是配合突发热点 我说了不需要 你不是说你喜欢画漫画吗 我不是喜欢画漫画 那就继续画呀 有人花着钱养你 做你想做的事情 这有什么不好的 什么意思 什么叫有人养着我画漫画 你说的没错 我是喜欢画漫画 可是我一点没觉得 我现在的工作有什么委屈的 我是真的很喜欢 一起并肩作战 共同解决问题的这个感觉 N1就算有什么问题 也不是你能解决的 那我至少可以努力呀 并没有这么重要 你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这人怎么这么别扭啊 小念石小念 我们不理他了 什么人啊 小乐乐 真不是我不想控制局面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你怎么不敢 我还没来得及阻止呢 他俩已经开始呜呼了 你自己听吧 道上 你 小阳子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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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再来两盘 别废话 安静 我要上了 我没准 我没准 安静一点 放开 你谁要放我下来 闭嘴 干杯 你放我下来 坐吧 我喝完 你快 evening rectangular 你喝醉的样子 真的是又丑又蠢 我什么时候就不然这么好 那一段路 我们颠倒无数 这一场因缘孤单 不不负 不负 要给就给完全 要守就守全部 可誓言太潦草 领悟太残忽 安安的秘筑 我们颠倒无数 这一场因缘孤单 不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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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米生 我昨晚也是怎么回来的 昨天晚上我送你回去的呀 不是 男女再受受不起 你倒是给我脱个鞋呀 那个 那个 着急嘛 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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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点事啊 我先不跟你说 还有啊 身体平衡很安全 不用担心的 喂 小宁 我今天头太疼了 我就不去公司了 我 我在家啊 他 你怎么在这啊 你怎么在这啊 我这 我这 喂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 我的手稿 这肯定是米生那小子搞的 他怎么弄成这样啊 他是不是不想活了 今天不上班 小丸子也没来 沐总 本公司您备了会 他一个小时就要开始了 我知道 放心吧 我上去拿份资料就下来 姐 我求你了 我是要订阅 我就要去查看 你 买到我 我自己也不想活了 我跟我说 他会选择 好朋友 我上去 好朋友 你 我看你 秦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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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听我说 我 我一直没有找到 然后我就回家去找 我 我回家也没找到 我就想着 是不是我姐拿走了 你也知道我姐姐她对你 我知道了 小弟 公司还有会 我得先回去 都不送你了 施小念 什么时候画了这么多啊 怎么样 我们小念靠谱吧 我跟你说 我这可是甚至她上厕所的时候 偷出来复印的 我的任务完成了 你可别掉链子啊 我怎么可能会输给你 出版社我都没讲 你就等着惊着施小念 喂 我问你啊 为什么自从订了这个酒店之后 你一次都没有露过面 要不是我拿着施小念的漫画逼你 你是不是打算那么消失啊 什么意思呀 我 你干嘛这个样子 搞得好像我要非礼你似的 查了半天的温泉度假村酒店 说呀 也 也是你 我都好像我很主动呢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不是以前没有过吗 什么没有过呀 你说什么没有过呀 算了算了 一个准备把结婚证带在身上的人 我跟你说 只要你想随时啊 千万别不好意思 随时 随时 什么人会经常把结婚证放在身上 你要是不想离婚的话 那你放结婚证干嘛 你胡说什么呢 我带结婚证那是因为我 我怕跟你住在一块被别人查 你笑什么 你呢 结婚证为什么不敢放在家里 室友多怕别人看到 我那天放在包里了 然后去公司 然后我以为还会再回去 就没拿 嗯 音频直播节目 要求小念和漫画原型同时参加 什么漫画原型啊 这个必须要参加呀 这个软件最近特别火 我参加了随时变变就能参加好几万的粉丝量 石小念 你大伙的机会就要来了 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 要不然我会看不起你的 可是那个 没有什么可是加油啊 我们大吉大利向前众 够够够够够 我说过 恩怡的事情不需要你操心 我知道我帮不上什么忙 可是我 有什么话就直说 别拐弯抹角的 那个 我 我知道了 你安排去吧 五分钟之后 十五分钟之后 我们可以出发了 好 你最近是不是很忙啊 很忙 那不需要你帮忙 我有五分钟的时间吃饭 给你十分钟时间 把你的事情说一点 五分钟 就五分钟 我的漫画第一次在这个级别的杂志上刊登 就像你说的 我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你看了不许生气 因为这个漫画本来就有点夸张 你不要过度解读啊 那你继续吃吧 你慢慢吃 工作要紧 嗯 嗯 你说 是找其他的小白脸 代替公欧 找一位年轻有为的老板 来替换公欧 这样 也不会影响到小念漫画的气质 而且很少有人知道原型是谁 不会细究 比较好糊弄过去 其实也不是不可以 可是 可是 咱们上哪儿吵这种年轻有为的老板呢 再说我们俩是一考班同学 又不是总裁班同学 我再想想 如果不介意的话 我倒是可以帮你一个忙 小老板 陈总怎么说 没什么 就是寒暄了几句 陈总这个人 虽说是有点 撞到什么时候啊 那个直播节目 下午三点 小老板 你是不是 别多想 我没多想 这不您问我的吗 我是你老板 不能问吗 那您到底去不去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要去 小老板 你现在这脸上啊 就大大的写着 我要去跟石晓念做直播 藏着算不出 你这么清楚我心里在想什么 那你猜不猜得到 我今年不打算给你掌心啊 小老板 我认识也是为你也好 你说你这一次查到一些特别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你老板对沐千初和石敌这对菜子佳人 之前有所了解吗 其实石晓念 石敌 沐千初 这三个人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 沐千初也绝非不只是石晓念的魅血 他们之间一定有其他的牵连 至于石敌 他好像对石晓念有亏欠 而这个亏欠 应该跟沐千初有关系 这个白鱼倒是挺敬业的 跟她说一声 把她的心思都回到身上前不去 如果我是你 还是会把更多精力投放在石晓念身上 比如她对自己漫画里内容的认知 你到现在都没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会尽快的 那我们等你的消息 破坏要复杀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不会敲门吗 对着门吗 进来 我要不要说什么来着 小老妹 您这是干吗呢 关你什么事啊 有事快说 明天的日程我安排好了 如果您想去那个漫画活动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想去啊 左手呢 右手 出去 出去 好 去那边 咱们 去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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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咱们今天是音频直播节目 在直播间里里面 你穿成这样干吗呀 我穿给主持人看啊 正是又坚持 你该不会是在等漫画的主人公到场吧 这跟穿正装有什么关系 你傻呀你 如果公公从公司里面过来穿的是人 是正式服装 那我们小妮穿的是休闲装或者是卫衣的话 两个人搭在一起多诡异啊 我只是想给人留下一个严肃认真 一丝不苟的形象 根本没考虑跟她搭不搭属的 不过你证明说我好像穿的是正式了点 那我去换个休闲的 你们等我啊 我去换你 你还换啊 我换你 你快点 来不及了 你还换一下 没事吧 我没事 你真走着呢 你来个急刹车都干嘛呀 你会不会开车呀 不是你自己不会开车吧 还有一座带车啊 你看看车都掉了 白羽 前面怎么了 好像是发生事故了 不行 来不及了 你愿不愿意跟我用最原始的手 过去 免许的方式过去 远续的方式 快 下车 小念 我们就走了 快 走啊 等我一下 天道背心 学会一望极弃 我试着将一切抹去 都给就给完全 医生 这前方怎么回事啊 这点不应该堵车呀 是不是前面有事故呢 不辜负 走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们没迟到吧 没有没有 干嘛好 辛苦了 刚才我粉丝提了这样一个问题 那之前好像有报道说过 我们石小姐的漫画 是以恩医科技的工总为原型 尤其是漫画艺的主人公呢 是霸道冷漠的人物形象 那和今天现场这位男主角 好像不太一样 穆先生的声音 听起来还是更温柔一些 那作为人物原型 这种反差是特别的设计呢 还是 她根本就不会来 我也不想让她来 她 都在想什么呀 粉丝们总结出来了漫画里面 他们特别喜欢的粉红情节 像刚才说到的蛋炒饭梗排名第一 其他还有像机长为师的梗 小圆小吃街 还有篮球馆约会等等 正说其实这些情节 应该是两位相处的日常吧 其实是我小时候 从我小时候的时候 那这些情节更加喜欢哪一个呢 都挺喜欢的 默契啊 都是和青梅竹马难忘的回忆 对不对 你都是设计好的吧 石小念 你故意的 你就是想要这种效果 对不对 今天这件事情 是我不对 但是这都是误会 是巧合 你不能光到这来发脾气 不听我解释 如果我想做什么 我和目前住楼上楼下的关系 我可以在他搬过来的时候 我就抓着他 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他了 不是吗 你今天不忙吗 怎么突然 我和小迪有点误会 所以刚才就吵起来了 你今天不忙吗 所以你就让沐谦叔陪你去直播是吗 你都知道啊 原来你真在哪儿 我真没别的意思 我跟小迪也都说过了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个巧合 你公司那么多事 我也找不到别人来充当这个位置 而且而且我跟他们都说了 我能不能一个人出席这个活动 他们都说 都说不可以 你什么时候可以替我做决定 我找过你了 你忙得头也不抬眼也不睁的 一直在打电话 你说说你最近都没好好睡过觉 你公司那么多事 我怎么好意思开口啊 这是理由吗 还是你的借口啊 所以你就让沐谦叔陪你去世了 让他冒出你漫画的原型 还是说这漫画 本来画的就是他 莫名其妙 你在怀疑什么 莫名其妙的人是你吗 看来石笛说的 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你 你快来跟我当气 要不然我会生气的 干杯 干杯 你说男人是不是情商都有问题啊 我这么替他着想 他还冤枉我 他怎么冤枉你了 他说 我和沐谦叔有问题 他竟然相信石笛的话 说我是故意的 石笛吃醋我是理解的 因为 毕竟你把人家未婚妇接走了 可这公欧 为什么会生气啊 我让你去 那儿 下个人家是 哪儿 你呢 毕竟你当地和沐谄的 他们都放下了 你就是 我尽管的 日子还是要往后过 不是吗 你想说什么 我想跟你合作 合作 我没兴趣 我就不信你心里面真的一点波澜都没有 不然你为什么要去直播现场 又为什么今天要来这儿 我确实去看了他们的直播 但我来这儿不是为了跟你合作的 而是想最后一次警告你 我和施晓念之间的事 是我们俩的事 你最好不要插手 你跟沐谦初之间的事情 也不要再牵扯到我们 好 好 好 这本漫画应该是完整版的了 放心吧 不用担心我 今天我约了几个人 聊了一下小念漫画的版权 所以一早就出来了 也没来得及收拾工作室 对了 小念怎么样啊 她醒了吗 没事 你忙 不用管她 帮你带回来好消息啊 好 怎么样 怎么样 她没事吧 人家没事人家都开始出于工作了 你看看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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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只记得这些 倒是没什么 你怎么回事 公 昨天直播的事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你在那儿 也不知道你做了准备 如果是做客的话不必了 那我们能不能聊一聊 不能 神经 既然你不打了 那咱们聊个病 没什么好聊的 神经病 神经病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再偷吃我看到了 被我逮到了 就是在偷吃 我放在这儿不是给你吃的 好玩吗 还好吧 我们那个厨房里头 锅里被干炸掉的粒米是怎么回事 还有地上摔了个鸡蛋 人家都是不小心摔的 你是故意摔鸡蛋泄分的 也没有关系 我其实 想跟你说个事 我们可不可以互相改变对方 就是你看 我怕你忙 没有打扰你 然后没让你去参加我的直播活动 你呢 又为了赚钱忙设计 还影响我的漫画视野 咱们总是怕给对方添麻烦 但实际上 两个人都不开心 所以我觉得 咱们倒不如麻烦对方 问问对方到底有什么麻烦 有什么问题 然后一起解决 你觉得呢 话真懂 最后一句 就是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现在吧 你有什么问题 什么麻烦尽管告诉你 现在就可以吃 饿 那你吃呀 我做了这么一大碗呢 要是不够的话 我再去给你尝 还要吗 要 我还做了新鲜的芒果布丁 你要不要 对 对 好 我去给你拿 咱们 干什么 我不瞄了 不瞄了 你继续吃 我就给你拿芒果布丁 你的意思是 要把你的漫画形象 做成周边产品 这个主意倒挺好的 只是你突然这么要求 我这心里就有点慌了 不是你说的吗 要互相帮助对方解决困难 还有 我的决策 什么时候要经过你的同意 我想送给合作伙伴 都不行了 当然可以了 只不过你送这个东西 不是你一贯的风格呀 哦 也是 大家会以为我送的人 我是无欠除 喂 你怎么又提这个事啊 我是觉得你送给合作伙伴 茶叶呀 艺术品呀 不是更好吗 你送这种东西 总觉得怪怪的 反正我交代给你了 明天下午三点之前 把设计稿送到我办公室 明天 要不 今天 不 不 明天 小老板 周边产品这件事 你有没有向施晓宁表示感谢 这是按照他的意愿 鼓他奋服的工作 我凭什么要感谢他 小老板 你没谈过恋爱你不懂 这叫做分享 情绪互通 对方做得让你满意 你告诉对方 他也会开心 不满意呢 对方也会感同身受 让我平复你的不开心 发出纸了 你 你看看 我收回了 收回了 他很开心 但撤回消息又是什么意思呀 难道不是发给我 你们俩都挺别扭的 有什么不能直接说出来的呀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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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celle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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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种 晚 曰行 第二种 大击 这个女生啊 还算是有点忧重 第三种 惊喜行 ��香 晚月行 石小念 我们去看月亮吧 医生城 石小念 我们去看月亮吧 石小念 我们去看月亮吧 医生城 石小念 我们去看月亮吧 报序行 石小念 我喜欢你 再一起吧 石小念 接下来 怎么这么难呢 如果什么都不想 我最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看月亮 我看月亮 你看月亮 我看月亮 还能不能 我看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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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们这是 我们生日很明显嘛 我们 当然是叫给你 过生日 你们怎么想着 来给我过生日了 白玉 我说你这个也真是的 过生日这么大的事情 你都不抗一声 是啊 但是时间太藏促了 我们准备的这个有点 就准备了一个蛋糕 还有气球 希望你别嫌弃 怎么会嫌弃 我只是感到有些意外 这是第一次有人给我过生日 走吧 快去跟上生日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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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今天 不是我生日 是我不好 抱歉 那你刚才说的 都是真的 其实 我也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们的关系 比锦仙瑜拿钱办事 他到底调查你 为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不接电话 你 你怎么来了 我问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没听见电话声啊 你自己看看 我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 你怎么打了这么多呀 你自己看看 我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 你怎么打了这么多呀 你特别吵 也没听见 他这时候去干吗 买打火机 正好吹蜡烛 没火 给你打了 你还没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我们下午开会来着 我就调成了震动 现在 后来什么声音也没听见 所以不接电话的原因就是 过生日 我 到底还是给白宇过生日比较重要 是吧 不是 我说你们有什么话 只是说大老爷们之间 眉目沉行的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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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里拿的这个是什么 什么也不是 什么也不是 你带他来干吗 对 送你的钢银店去 对 这是你帮公司做周边给的回馈 不用想太多 不用这么客气 你干吗去 小老板 你干什么去啊 你走了 搞什么 要干吗走啊 对了 你去找白羽回来 我还有话跟他说呢 难道你对他又心软了呀 不是 你没看他刚才走的时候那眼神啊 都快哭了 反正我还有话说呢 既然他都已经做出了选择 我们光生气伤心什么的 也没什么用 倒不如我们合作一下 毕竟他现在才是离调查我的那个人 最近的 是 牟总 郭欧和石晓年那边 我们都已经确认过了 他们应该不知道下午的这场会面 监控我也都翻看了一遍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白羽那边没什么问题吧 嗯 根据我们打探的情况 白羽今天上午就在家收拾好了所有的行李 应该是真的准备离开 这已经是我们之间最后一场交易了 他应该不会临时辩证 和石晓年他们传统仪器 那我们就不要让他等太久了 你怎么了 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那要不我再去确认一遍 不必了 我想到了一个更好的方式 好 我到了 这门进去 你会看到白羽 你应该见过他 其实戴着耳机 我会再打给你 记住 你今天帮了我 我才会给你你小药的 所以 白羽是你派到石晓年身边的 管好你的嘴 为什么呀 喂 开车 我们走 本来以为咱们俩之间的事已经结束了 是 这段时间多多少少还有一些误会 可我以为你不高兴 就是因为你太在乎目前处和你的关系 现在安排一个人在我身边 做我朋友 然后被我发现 是什么意思啊 你非要看到我身边的人都离开我你才满意吗 我不是 人俩从小一起长大 我有什么事是你不知道的 你现在安排一个人在我身边盯着我 观察我 小药 小药 反正有得有失 最起码现在我们多了一个真心的朋友 上个楼梯都要搂搂抱抱的吗 你怎么来了 今天是周六 按照工作安排 这个时候你理应到家里向我汇报工作 我是来看看 你到底有什么原因没有出现 今天是周六 我都过懵了 别忘了 龚总 你说得没错 周六我是应该向你去汇报工作 还有炒米饭 可是 今天确实不是周六呀 你这走 你这走 你死吧 你这走 腻水 我被捜了 你不用了 有啥 我还不被他夺了 就不用留着了 白宇 他对我们工作室的意义很大的 是吗 既然他这么重要 那才别人好了 完了 那个 石小念 我喜欢你 当我女朋友吧 爱你微笑的脸庞 从辗转难免的长夜 令未来的童话 回本里是我们的梦想 你追 追上去啊 追什么 人家都要跟你表白了 你还愣在这儿干吗呀 表 表白 肯定是误会了 是误会吧 应该不是我做剧用 不是吗 这是什么 你来吧 我 算了 吃饭 吃饭 不是 可是你这饭没法吃啊 我给你叫外卖 你 你很饿吗 你慢 慢点吃 别 别噎着 怎么了 这能吃吗 公欧 公欧 你怎么了 我 你呀 你吃一口 不吃 我 不要 你 不是 小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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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疼不疼吗 还有点 我看看你发不发手 没烫的呀 不可能 我觉得挺烫的呀 三小时到了 别看了 喝点粥吧 这个是被药 这个不是我过手了 他休息呢 就别给他看工作了 好 行了吧 最近多住这儿 客房 难道你们俩已经 这个速度太快了吧 李生 能不能让他休息一会儿啊 我就一直这么说 那我就走 你倒下应该休息一会儿了 我现在生病了 我们要多睡觉 我就一分钟 就一分钟 一分钟啊 行了 小老板 这不就成了吗 这就成了 这就成了 怎么一发现啊 别装伤了 你看这不舍周围 照顾的结果 死者不如一下都可以结婚了 我跟你说 那天在医院 医生说我是他咱们的 他好像没反胆 那你怎么说 行了 小老板 赶紧趁着大体 安排约会呀 你俩这部剧 再不进行高潮 我可真追不下去了 一分钟到了 李生 你快回去吧 我这就走 这就走 走了 明天 我想出去走走 断练断练身体 明天啊 断练身体 你能下地吗 那你现在先休息一会儿吧 我以为这是 贝比的我呢 嗯 这就是啊 我以为这种片子能有点内涵 多有内涵呢 我喜欢 我以为是因为我画漫画你才选的这个片子 哦 对啊 是啊 就是因为你画漫画 所以说我特地为你选的这个片子 嗯 嗯 吃一个 你 拉我来这儿干嘛 我有东西送给你 嗯 不用了 我什么也不缺 你刚才给我那个小黄人的玩偶 太大了 嗯 不是工作奖励 它叫尼斯特工 是我专门为你做的 送给你 又送了 嗯 嗯 我先说好啊 如果你决定收下它 就得连它说的话一起接受 它说什么 问这么多干嘛 你要想不想要了 我想要算了 我要了 以后我必须二十次小时在你身边 任何情况下务必保持开机 随时接受老板的语音通话 和定位系统 什么呀 这 不是你之前说的那个 可你已经接受了 我后悔了 不要 不要 不行 没得商量 什么嘛 这么大刀 分明跟你英文一样 你的话是什么 不过 里面有些话嘛 我便没有删 你如果想听的话 可以随时翻出来听 只不过你每听一句 我的手机里 都会收到通知 这样 我就知道某些人有多么的 多么什么 多想我 爱你 爱你 也是一个小小麻烦 挑战自己耐心的容量 我看着你 求上天再赐我力量 教会我 教会我 成长 就请你带走我 我的心 甜的柔软的幻想 孤单疲惫 都已融化 在你微笑的脸庞 难免的 长夜 令我未来的图画 配分离续我们的梦想 你是我的 一念 时光